这个洁身字号的顶级F,只因半路捡到一只延绵一息的人类幼崽,却被众人一口认定孩子是我轻生的。 送到医院,医生推了推自己鼻梁上的老花镜,反复研究眼前一大一小,两个人几乎长得一模一样的面孔。 为什么会缺少父母性稀素啊?这孩子不是你生的? 不是,我堂堂顶级F,天生不带这项天赋功能。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你都没的? 叔,我一生洁身字号,这孩子真是我在大街上捡到的,天地可见。 叫来警官,警察叔叔,这是我捡到的棋婴。 警官看着这两个人几乎长得一模一样的脸。 小帅哥同志,下次再浪费警力是要通报批评的。 我没有,他真的是没人要的小孩。 偏偏这个时候,爸爸,小崽子似乎是听懂了我的话,瞬间哇哇大哭,挣扎着要往我怀里钻。 医父受了委屈找爸爸要抱抱的样子。 你看,孩子都知道叫爸爸。 警官笑着好心劝诫道,就算你们夫妻闹矛盾,也不要动弯心思想把孩子丢了。 不是啊,警官叔叔。 医生一副不出我所料的模样,一边哀哑哑哑,一边噼里啪啦地在电脑上开药。 性吸素缺失这病一般没什么药能治,只要多给予孩子一些父母的性吸素就好。 我帮你开了一点补充微量元素的营养品,带回家给宝宝一天一次。 开吧,开最贵最好的。 反正现在给小婆孩子花的每一分钱,到时候都会千百倍地给他亲爹讨回来。 既然没有人帮我找,那就自己找,交钱拿药。 路边打了车,直奔自己租的房子,小导导似乎知道我有在嫌弃他,一路上打着哭歌乖乖蜷缩在我怀里。 软乎乎的小手从头到尾钻住我的一脚步松开,水汪汪的漂亮大眼睛一颗不停地盯着我,生怕自己一眨眼,对方就会在消失一样。 我被沾得也没办法,抱着孩子艰难地开了门,幸亏出来上学自己租了房子。 不然莫名其妙地抱着一个好搭回家,非让爹妈揍得我想年二十岁,把孩子抱进卧室放在床上,似乎是感受到了性吸塑的味道。 小导导努力地爬到我的枕头边,整个人像小树懒一样手脚并用抱住我的枕头,大口大口地汲取上面残留的性吸塑。 你不会喜欢吻我性吸塑吧?小导导欢喜地用胖嘟嘟的小脸蛋蹭来蹭去,扑过的眼尾红彤彤的,又可怜又可爱。 我震惊,生物书上说小幼崽只会对双清性吸塑敏感,现在喜欢吻我的性吸塑是哪门子道理。 抬起胳膊努力地嗅了嗅自己身上的味道,草莓冰激凌味,破案了,没有任何一个人类幼崽能拒绝这个味道。 我看着宝宝自己蹭枕头蹭得高兴,脚步一转,正要去冰箱里找瓶饮料解渴。 前脚刚离开卧室半步,后一秒耳边立刻传来一阵嘹亮的防空警报声。 小崽子一边哭,一边艰难地裂写着爬到了床边,正打算下床去追悟。 没想到这孩子近一分钟都离不开我,哎呀呀呀,给你,都给你。 我抱的玩具,我睡过的床单,我穿过的衣服通通收拾过来给小家伙做了个窝。 看着崽子抱着玩具咯咯直恶,可算是终于松了口气,终于能腾出时间来赶紧打电话搬救兵。 轰烹狗友陈寒在十五分钟之后飞速赶到,我说有十万火急的事找他商量,结果一进门就看到我正瘫在沙发上躺尸。 灯石气不打一处来,说吧,什么火急要十万。 我仿佛被榨干的行尸走肉,胳膊直挺挺地指了指自己的卧室,在里面,他满足以后推门而去。 一看到满房间乱七八糟的衣服玩具后,一声卧槽脱口而出,你家糟贼了,我有气无力,算是吧,碰瓷的也算贼。 说着,他扒开层层叠叠胶织捆绑在一起的衣服,从里面挖出来一个暖乎乎的小崽子,你下午没课,帮我照顾他一下呗。 陈寒看清孩子长相以后吓得双腿发拆,差点站不稳当,咽了咽口水把视线从小宝宝的脸上转移到我的脸上。 扑口婆心劝道,就算顾炎是你的死对头,处处压你一头人你不痛快,但咱也不至于绑架他儿子吧。 孩子是无辜的呀,我细细端向,把小崽子从头到脚都审视了一遍,也没看出来哪里像顾炎那个凡人精。 朋友直接掰过孩子的脸,你仔细看看,我眯着双眸拖着下巴,仔细品味,他和顾炎都是眉毛底下挂俩蛋。 不是啊,你看这眉毛这嘴巴,和顾炎长得一模一样,男生惊讶得久久合不拢嘴,真不是他私生子。 我听了好友的想法后似乎也受其影响,再次领起小崽子看着稚嫩的小脸蛋,越看越觉得像顾炎,越看越恨得我咬牙切齿,我倒希望是,到时候去揭发他曝光他检举他,看他以后还怎么装清纯笑草人设。 不过,我有句话不知道该说不该说,虽然不是什么好话,但是他左思右想,还是觉得作为好兄弟不该瞒着好兄弟。 其实我觉得,这孩子长相,还是有点像你,一进门的时候就觉得像,又怕我这个脾气暴躁的小少爷笑他,所以才退而求其次选择了像顾炎。 果不其然,我一个小熊倒枕带着失声式的怨气狠狠砸到他脑袋上。 滚呐,神经,我就算饿死,从这里泡下去,也绝对不可能找顾炎生孩子,更何况我是Alpha。 陈寒小声地提醒,要不去做个亲子鉴定,亲子鉴定很贵的,我的钱不是大风刮来的,给一个陌生小屁孩花几千上万块钱做一份早就知道结果的鉴定,我又不是大慈善家,你先帮我照顾一天,我想办法给他找爸爸妈妈,说完懒得和他多嘴,把孩子胡乱塞给他就拎起包去学校。 说是上课,其实脑子里全是孩子的事情,我一个年纪轻轻身是清白的方林小帅哥,总归是不可能一直替别人家养孩子,得想个办法找到小崽子的父母,一路上走神,踩着上课的点才赶到教室。 放眼望去教室里已然坐满了同学,唯一的位置就在第一排,本无所谓,坐哪里都是坐,偏偏那个位置旁边坐的是那死活看不顺眼的死对头。 顾眼,我视线扫过对方,顾眼刚好看过来,两个人视线触碰仿佛电流胶会瞬间蹦射出剑拔弩张的火花。 顾眼微微勾起唇角,不用猜就知道,那双深邃的黑色铜人里肯定装满了满满的戏血和得意。 不过我也不扭捏,大大方方地坐到了顾眼身侧,死对头见面,气势不能输。 刚一入座,四面八方就不约而同地传来各种稀稀苏苏的八卦声,听不清楚。 只有正后方那个Omega的声音勉强能断断续续地传进耳朵,第十届笑草风采的投票已经出结果了。 我竖起耳朵,往年都是顾眼以几票支插碾压沈经年,没想到今年,我心里咯噔一下,今年怎么了? 今年顾眼终于无缘跪惯了,今年的学生终于知道我明珠蒙尘了。 我越想越按捺不住激动,虽然自己并不在意这个乱七八糟的投票,但是但凡能压倒顾眼一筹,那也算是扬眉吐气了。 我坐直了身体,不动声色地向后倾斜,只冷起耳朵一字不落地听完Omega的八卦。 没想到今年顾眼比沈经年多了整整一百票。 好好好,玉阳仙逸这个小花招被你玩明白了,气得我脸色涨红,紧接着听到身边传来一声浅到饥不可闻的轻笑。 我闭着眼睛都能听出来是谁,一记眼刀瞬间闸到顾眼身上,你笑什么? 顾眼转过头的时候,脸上不带一丝表情,好像刚才只是我的错觉。 我在桌子底下踢了他一脚,没好气地又问一遍,顾眼,你是不是看不起我?顾眼茫然醋眉,嗯,别装了,你处处压我一头,是不是特高兴啊? 提到这个,他就十分怼气。 自己本身是家里老二,顶上有个大哥继承家业,本来是家里白宠千爱要星星不给月亮的小少爷,强大的双SGF。 从小到大任何闪耀的光环都围绕在身。 谁知道一进大学的门就被顾眼狠狠踩了一脚。 自己精挑细选穿了一身名牌高定开着豪车,高调入场,结果被一个穿白T恤被尿素袋子的顾眼夺走了所有的目光。 甚至当天就有人给我们两个打类台投票。 张扬娇气富二代小少爷PK清冷风神阎南大学生PK结果不是谁人气高,而是谁更适合当灵。 于是就变成了,张扬娇气富二代小少爷林Lex清冷风神阎南大学生一甚至还有人激情产出20万字花式同人文。 气得我半死的时候,顾眼却深夜给人小说点赞点收藏,虽然很快就取消了。 但是还是被熬夜休闲的同学带到了蛛丝马迹。 如此羞辱,梁子当场就结下了。 更不要说顾眼还莫名其妙发好心刷票。 搞掉过我的比赛奖金,每次都被顾眼踩着脑袋当万年老二。 我依经尊玉贵的小少爷各个方面却被他拧压,自尊被人按在地上摩擦,回忆被清冷的声音打断。 没有,什么没有,我早就忘了自己问过什么了,没有压你一头。 顾眼道,但是很高兴,我看着他觉得莫名其妙,高兴什么? 顾眼睛亮的黑色铜人里映着我小小的影子,看起来赤诚又温润,身体不动声色地靠近我。 直到肩膀差点擦到肩膀,肌肤触碰肌肤。 虽然都是Alpha,但是凑这么紧,甚至都能闻到顾眼身上散发而来的血松味性稀素。 若有若无地营绕鼻尖,勾得自己的性稀素也有些燥热不安。 我眼神飘忽,不自然地躲了躲。 你变态啊,别别别靠我太近。 顾眼唇半碰了碰,压着声音道,高兴你主动和我说话。 我,恶不恶心,请你去世。 立刻,什么清冷俱傲不尽人情大笑草,分明臭屁的不行。 我吃笑一声,都成年人了。 还关注这种小儿科的帖子啊顾眼,幼稚死了。 你的眼界就只剩这么个笑草当当了。 发帖子,一对了,他们能发帖子投票选无聊的笑草。 那我也能利用网络给小兔崽子找爸妈不是? 孩子丢在大学附近,还是特意挑选的监控盲区。 那很大几率就是附近的人弃养的。一点一点的筛选,总能查得到。 说干就干,我决定从信息速下手。 小心掏出手机来,藏在桌子下面激情打字。 高架承收梅格二手衣服,获到结款,童所无欺。 发出去以后又觉得哪里怪怪的,又补充了一句,我不是变态。 沈锦炎丝毫没有注意到,身侧的顾眼已然将他的小动作尽收眼底。 男人谋色灰暗,他的帖子很快活起来,虽然著名了自己不是变态。 但是这句话多少有点此地无银三百两。许多欧梅格纷纷涌进帖子里唾骂他的行为,自己学校里竟然有这样的猥琐了。 沈锦炎被猥琐二字狠狠地伤道,随便找了个理由搪塞说,自己需要用信息速做化学研究。 事关毕业论文,希望大家可以帮忙。 话说的异常诚恳,莫尾还带了个小猫磕头的表情包。 这让很多欧梅格稍许放下了戒备信,短短两天里,他就收到了三十多件衣服。 沈锦炎忙不过来顾了个月嫂,照看孩子的同事还帮自己去收获,把客厅塞得满满当当。 沈锦炎把刚睡醒的小兔崽子抱出来,指着眼前的一堆衣服给他看。 崽崽一脸猛,哇,闻吧,哪个是你爸爸的。 崽崽揪着沈锦炎的袖子不肯松手,拱着屁屁往沈锦炎怀里钻,仿佛这些衣服堆是洪水猛兽一样。 沈锦炎拎着后衣领把小孩滴溜出来,我费尽心思帮你找爹,你别搁这里给我装傻摸鱼,话音落下,小崽崽被毫不留情地丢进衣服堆里,莫名其妙地被沈锦炎粗暴对待,还被许多陌生的信息素包裹。 浓烈的委屈瞬间涌上心头,小嘴儿扁了扁,眼睛几乎一瞬间就蓄满了泪水,张开小手一边哭一边要抱抱,呜啊,爸爸,沈锦炎无可奈何,蹲下身子将崽子抱出来,没有你喜欢的信息素,崽子把小肉脸藏在沈锦炎的胸口,眼泪全蹭到四位树的高档衬衣上,还扒着胳膊大口地闻信息素,沈锦炎烦躁地捏了捏眉心,缓缓释放出一些信息素包裹着宝宝,小崽子立刻没开眼笑,乐颠颠地蹬着 小胖腿,敷啊敷啊,沈锦炎捏了捏宝宝的侧脸,什么垃圾基因才能生出你这种狗皮膏药,月嫂阿姨冲完奶粉,从沈锦炎怀里接过小崽子,小沈先生,家里的奶粉快没了,宝宝的尿垫和纸尿裤也要多买一些,好,我现在去买,沈锦炎说完就抓着钥匙出了门,到地方刚一下车,一眼就看到推着共享单车的顾燕,对方还先发致人地问他,你来这里做什么,沈锦炎抱起手臂,从上到下打量了顾燕一眼,你家开 只需你来吗,我打工送货,顾燕结束订单行程,转而又把目光转移到沈锦炎身上,你呢,沈锦炎咳嗽两声,我捡了只小狗,来买奶粉,小动物要喝专配的羊奶粉,你恐怕来错地方了,沈锦炎又被教育,瞬间起了情绪嘖嘖一声,你管我买什么奶粉,又不是为你儿子,顾燕没说什么,跟着沈锦炎一起进了商场去结单,领完工资后发现,沈锦炎真的在奶粉货架前思索,顾燕快步上前,问他,几个月的小狗,沈锦 沈锦炎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没有察觉到顾燕已经站在了身后,嘴巴比脑子快地回应道,医生说已经六个月了,顾燕指了指中间的那一层,可以喝二断,沈锦炎俐落地扒拉了好几桶进购物车,然后突然警觉地向后看了一眼,顾燕就站在他身后,甚至还熟练地给了他购买意见,沈锦炎下意识地慌乱起来,你你你,你别乱想,我就是给狗狗买的,顾燕充耳不闻,小狗需要尿不湿,你买不买,沈锦炎毫不� 尿不湿的货架,挑选了一款最舒适昂贵的塞道购物车,最后两个人逛到服装区,沈锦炎被粉粉的小衣服可爱到走不动路,甚至能想象到小狗皮膏要穿上有多卡外衣,导购员眼尖地注意到他们,两位先生需要给宝宝添置下装吗?刚好我们今天有新品上架,可以进来看看哦,沈锦炎听得瞬间起了浑身鸡皮疙瘩,我和他不是一起的,导购员诧异地看向顾燕,顾燕礼貌地扬起一丝浅淡的微笑,看起来格外 他懂啊,他可太懂啊,新婚小夫妻闹别扭是吧,导购员立刻改口,没关系,喜欢可以进来看看,我们这边零到十二个月宝宝的衣服都有,咱家宝宝现在多大了呀,顾燕比沈锦炎要快一步,六个月,沈锦炎无声地瞪了他一眼,用唇语说,神经病啊你,沈锦炎自暴自弃,跟着导购员一起进了展厅,顾燕刚想跟着进去,被沈锦炎一根手指指着鼻子,你不许进,于是顾燕默默收回自己的半只脚,导购小姐捂着嘴巴 你们两个感情真好,沈锦炎被这句话吓得魂飞魄散,不敢不敢,他们俩从刚认识就撕得水火不容,恨不得跳对方头上拉屎,真的很难接受这种莫须有的赞美,沈锦炎出来的时候顾燕还在原地等待,导购又用一种莫名的眼神看着他俩,意思明显就是,我又磕到了,沈锦炎懒得解释,逛商场已经花了三个小时,急需回家躺平恢复精力,还好顾燕这个小东西有眼力减,上前帮忙提起购物袋,沈锦炎毫无心理压力地全部交狗 有便宜不占王八蛋,不过嘴依然赢,我是不会感谢你的,没事,意料之中,沈锦炎什么时候跟他说过半个谢字,两个人之间的氛围再次沉寂下来,一前一后快速前往商场出口,结果外面不知道何时变了天,暴雨直接将两个人困在商场,沈锦炎打算打车回家,没想到排单竟然要排到两个小时后,就在他急得团团转的时候,顾燕仰起头看着外面的天气沉思片刻,用目光给沈锦炎指了个方向,沈锦炎,西北角300米有个酒店,沈锦炎第一时间否决这个提� 行人逛商场谁带身份证,酒店后面有个胡同,执行一百米是我家,沈锦炎在脑子里迅速分析,试问一下,谁会带着一个看不顺眼的死对头回家,顾燕难道是对自己另有所图,图我年轻貌美,图我身骄体柔吗,沈锦炎直勾勾盯着对方试探道,你有这么好心吗,因为我要回家,多带沈锦炎一个人,跟烧一只小猫小狗没区别,沈锦炎深思凉秒果断答应,反正俩人都是Alpha吗,顾燕问工作人员要了俩垃圾袋,一个系在� 沈锦炎顿时炸了,他可是贵公子一枚啊,这个雕名想谋害他的高贵气质,顾燕又给自己头上系上垃圾袋,不给沈锦炎反应的机会,拉起他的手冲出去,两个人像傻子一样,顶着垃圾袋在暴雨中狂奔,进到家门的一瞬间,沈锦炎松了口气,家里都是顾燕性吸塑的味道,一般来说,Alpha对同类性吸塑只会感到厌恶,但他一个双S级Alpha,闻到了那股血松胃后,竟然想沉浮,沈锦炎觉得自己一定是疯了,摇了摇 沈锦炎,赶紧把乱七八糟的想法甩出脑子,第二天沈锦炎刚起床,就感觉头很疼,似乎是一感气提前了,他问顾燕借抑制剂,顾燕却说他的抑制剂沈锦炎用不了,沈锦炎顿时间就委屈得不行,我看你是舍不得给我吧,小气鬼,顾燕没办法和他解释,也不能解释,沈锦炎开始想念血松的味道,眼泪汪汪看着顾燕,那再让我闻一下性吸塑,可以吗,耐不住他撒娇,顾燕慢慢放出性吸塑,沈锦炎精神松 沈下来,坐在沙发上昏昏欲睡,眼皮打架之际,透过睫毛的缝隙看到顾燕的脸,一张莫名神深情的脸,沈锦炎睡了十几个小时后自然醒,顾燕就坐在一旁看书,你怎么在这里啊,顾燕皱眉,你不记得了吗,沈锦炎打了个哈欠,记得呀,我记得你舍不得给我一只剂,虽然我看不惯你,你也隔应我,但是你这个行为,冷漠的让我害怕,顾燕无语了,合着自己安前马后了半天都白搭,这小兔崽子不仅全忘了,还格外记仇 沈锦炎换了衣服后提上奶粉纸尿裤,头也不回夺门而出,刚到自己家门口,就听见门内隐隐传来的婴儿哭声,月嫂看见她仿佛见到了救星,小沈先生,宝宝从昨晚开始就一直哭,不知道怎么了,沈锦炎接过孩子,宝宝本来还在啪哒啪哒掉眼泪,闻到她身上异常的味道后瞬间正住,跟黏豆包一样紧紧趴在她身上,暴风吸入衣服上的性稀素味道,沈锦炎评价,活像饿死鬼投胎着,她单手抱着孩子,摊在沙发上 任由她闻,耐心等到宰宰睡着后,才又交给月嫂,月嫂也是个热心肠,看她一个单亲爸爸带孩子不容易,准备给她出主意追回她的安格,问孩子的Omega妈妈的性格,针对性的教一些讨好Omega的技巧,沈锦炎表面笑嘻嘻,内心Help me,她哪有什么Omega,于是直接把顾艳的性格告诉了月嫂,和月嫂聊完后,她火速冲进浴室,把血松未洗干净了才罢休,这时小崽子睡醒了闹个不停,委屈的一直掉眼泪,沈锦炎赶紧把孩子抱起来,宰宰似乎 没胃里有没有其他味道,可惜什么都没有,小手攥着沈锦炎的衣服狂掉筋痘痘,委屈到极点的时候还喘不上来气,小脸蛋憋得通红,沈锦炎思索了一下,赶紧把还没洗的衣服拿出来,盖到宝宝身上,小崽抱着她的衣服,闻到想要的味道后安分下来,月嫂惊讶地问,这是怎么回事,沈锦炎摇摇摇头,可能是我今天洗澡太多了,沐浴露的味道太重,她思来想去,又打车去了一趟医院,医生还是不信这孩子是她捡的,建议她给宝 补充我没个信息素,沈锦炎有苦难言,她一个黄花大帅哥,还真被这小狗皮膏要赖上了,医生还说,用信息素安抚宝宝,不会对一趟七造成影响,那就怪了屁了,她昨天提前了两个月,毫无预兆地进入一趟七,医生抿了口茶叶水,沉没了三分钟才开口,有没有一种可能,那也许不是一趟七,沈锦炎突然醍醐灌底,对,那种情况,除了一趟七,还有另一种可能,好你个顾燕啊,竟然敢对我下手,沈锦炎变体深寒,医生又说, 也许是不同属性之间高匹配度导致的,可顾燕的体检信息她见过,跟自己一样,也是双S级Alpha,除非顾燕撒了谎,难道她是Nin吗?不对不对,Nin吗数量稀少,只有几十个人,她怎么可能是呢?沈锦炎从医院出来把小崽子送回家,直接打车去了学校,她思来想去,还是决定做个亲子鉴定,只要证明这个孩子跟自己没关系,那就能甩了小拖油瓶,沈锦炎上课无聊正玩手机,谁知竟然刷到了自己,有人拍下那天顾燕和沈锦炎雨中狂奔的视频,不太 不太清楚,但格外有氛围感,还配字,爱情最好的模样,暴雨中的小幸福,甚至还有二十万点赞,打开评论区,最高赞的一条是,他们就是真的,昨天这俩人在我们店里买宝宝衣服,小夫妻当时还在吵架,我们一个就算生气也娇娇的,Alpha就很宠溺陪着老婆,真的好甜,祝他们百年好喝,而当事人沈锦炎只想自戳双目,又往下翻了几下,有个人说,好像我们学校的传奇校草和傲娇少爷啊,好像的带餐我吃吃吃,另外,我有他们的十万字强指文学谁要吃,一� 直到这个博主又说,要给视频里两个主人公赠予三万的爱情基金,沈锦炎当然不稀罕这点钱,但就在他打算关掉手机的时候,一个叫笔墨指的人评论,真的假的,沈锦炎看到这个ID和IP地址,有种不好的预感,点进这人主页仔细搜查,果不其然,在一个视频里看到了顾燕的一片衣角,沈锦炎气不打一出来,直接给顾燕发消息,下午出来聊聊,顾燕扭过头往后看了一眼,视线精准地落在沈锦炎身上,正好看到像小河豚一样,气鼓鼓差点爆炸的� 下午下课后,顾燕赶到餐厅,沈锦炎看到他来了立刻放下筷子,你明明知道我们的关系不是那样的,为什么要昧着良心去领奖金,顾燕知道沈锦炎不懂生活的艰辛,我去母婴店送六个月的货才能赚到三万,可是你知不知道,领了那钱就要受人摆布,顾燕没有直接解释,而是直勾勾地盯着沈锦炎,片刻后,声音里带着一丝怪怪的笑意,你在担心我吗?沈锦炎被顾燕一句话打乱了阵脚,整个人神经紧张眼神挑呼,我完全是怕被你拖下水 万一他们要拍情侣照,要看孩子怎么办,你有伴侣,有孩子吗?沈锦炎是怕顾燕去领了奖金以后,大家就会发现那天和顾燕一起的是自己,到时候面子往哪哥?素敌是能一起与中奔跑的关系吗?顾燕没有在说话,沈锦炎眼看着自己占了上风,心里一阵得意,但顾燕很快又笑了,我可以放弃那三万块钱,可是现在着急的是你,你求着我不让我去,有求于人,总得给点好处吧,你说是不是,怪了屁了,沈锦炎突然意识到,主动拳好像还真在顾燕那里,但是蒸蒸傲骨的小 小猫是不会屈服的,沈锦炎小脾气上头,我才不会给你好处,好吧,万事在你,顾燕拿出手机,利落地翻出那个博主的账号,从私信里面拨过去视频电话,沈锦炎白了一眼,抱住手臂,吓唬谁呢?顾燕切换成扩音模式,放在桌子上耐心地等待着博主接听,沈锦炎的手悄然攥紧了拳头,顾燕等了两分钟不到,博主接了她的通话,顾燕直奔主题,你好,我是暴雨情侣当事人,沈锦炎太阳穴突突地跳了两下,竖起耳� 我仔细听着那边的动静,但是顾燕这个狗又关掉了扩音,只能听到她语气轻快,你们要拍两分钟的视频,讲我和我老婆的恋爱故事啊,沈锦炎对这个词汇头皮发麻,压低声音道,顾燕你个狗,我答应你了,男人用手掌捂住了手机的扬声器,故意装傻冲愣,你答应什么?沈锦炎泄气,没骨头湿的靠坐在椅子上,我答应给你好处了,那三万不需要,顾燕松开了那只手,按照沈锦炎的指示,开口拒绝对方道,抱歉先生,我老婆性 性格淡然容易害羞,这个要求我们难以满足,还是决定放弃领取奖金,说完,挂断了和博主的通话,沈锦炎松了口气,紧绷的情绪瞬间松懈下来,又想到了顾燕刚当的最后一句话,咬牙切齿准备发作,顾燕没有给她先发制人的机会,那你现在欠我一个好处了,沈锦炎哼哼两声,三个月有效期,不然是为你主动放弃索取,好,和顾燕的交易结束,沈锦炎一点吃饭的心思都没了,把桌子上已经冷掉的饭菜全部打包带走,丝� 亲爱的用户,名为作品,爱情最好的模样,暴雨中的小幸福,购买的十万元作品推广服务已经全部完成,点击查看投放效果,沈锦炎从饭店回到家,小宝宝许久不见她,欢天喜地地跌进她怀里,巴唧在她脸上清了一大口口水,眼睛里甚至藏着一丝得逞的脚下,裂开小嘴朝着沈锦炎笑,呜呀,脏死了,沈锦炎一脸嫌弃,小心我下次把你屁股打开花,宝宝扒着沈锦炎的手臂,卖力地用肉嘟嘟的小脸蹭沈 沈锦炎抬手挡住,少来这套,对帅哥卖蒙无效,宝宝唯委屈屈地哼起一声,像只被冷落的小猫,失落地蜷缩起来抱住自己的小爪爪,时不时用水汪汪的眼睛瞥一眼沈锦炎,企图唤醒冷漠F的一丝父爱,但是并无效果,沈锦炎拒绝了她的卖惨,宰宰气鼓鼓地松开了沈锦炎的胳膊,朝着月嫂的方向孤勇胖胖的身体,一副要和沈锦炎划清界线的姿态,沈锦炎把她 她的小动作看在眼里,忍不住得意地吃笑一声,沈阿姨今晚要回家休息了,便宜你跟我在一起,呼呀呼呀,宝宝朝着月嫂挥舞着小手,沈锦炎震惊了一瞬,没想到小崽还知道和月嫂挥手道别,不愧是闻她性稀素长大的孩子,就是比别的孩子聪明,沈锦炎抱着孩子在门口,阿姨路上注意安全,到家了和我说一声,月嫂笑着点点头仔细叮嘱,你自己带宝宝,忙不过来就给我打电话,沈锦炎颠了颠怀里缩手指的小崽子,没事,小孩听话,无非 除了吃就是睡,哭了就给她放点性稀素,小问题,阿姨欲言又止,看了看沈锦炎,又看了看怀里小天使一样的宝宝,最后还是没说出口,和二人道别以后就走了,房间里只剩下一大衣小两个人,宝宝兴奋又期待地攥着沈锦炎的衣服,想让我陪你睡吗?沈锦炎问,呜呀,宝宝伸出小手指胡乱比划,兴高采烈的表情说明了一切,沈锦炎从捡回她以后就只陪过一晚,现在终于有了第二次机会,小崽崽自然激动得不行,沈锦 沈锦炎抱着孩子去了婴儿房,为了陪孩子休息她还特意没有看手机,她闭上眼睛,现在开始,谁最后睡着谁是狗,小宝宝窝窝在她怀里兴高采烈,一压,突然又想起来缺了什么东西,雇用着小身体一点点地蹭到床头位置,小胖手用力地攥住放在床头的衣服,格外珍惜地抱在怀里,沈锦炎睁眼想看看孩子睡着眉,没想到,小兔崽子已经圆润地滚到了床边,还自己拿了件舅舅的衬衣,美滋滋地将衣服抱在怀里,这是那天下雨住在� 雇宴家里穿的那一套,这么多天没洗,残留的信息素都快发酵了,沈锦炎嫌弃地夺过小宰仔怀里的衣服,随手丢到地板上,别抱了,脏死了,怀里的衣服被强行抽走,鼻尖营绕的信息素味道瞬间消失,宝宝震了一下,痘大的眼泪夺眶而出,沈锦炎抱起孩子,无可奈何释放出一些安抚信息素,不要衣服了好不好,哥哥给你信息素,宝宝钻到沈锦炎怀里,哭得昏天黑地,信息素没有作用,沈锦炎一个头两个大 手足无措,那件很脏,有细菌,会生病,这些话对小崽子屁用没有,沈锦炎一个鲤鱼打挺从床上弹坐起来,捡起地板上的衬衫,不耐烦地塞进小孩怀里,给你给你,别哭了,吵死人了,小宝宝终于拿到了梦寐以求的衣服,哭声戛然而止,我最多让你抱一晚上,明天必须丢洗衣机,听到没,宝宝翻了个身,背对着他珍惜地抱好衣服,沈锦炎探头瞟了一眼那件衣服,衣服上沾染的淡淡信息素飘荡到 鼻尖,草莓冰激凌里加着一丝不太明显的雪踪,再没有其他味道,沈锦炎想不明白,小崽子怎么对这件衣服视若珍宝,第二天清晨,他趁着孩子还没醒,小心翼翼把衣服抽出来丢进洗衣机,这时外面有人敲门,原来是他预约的亲子鉴定上门取件,他差点把这事忘了,赶紧去婴儿房,鬼鬼祟祟捏捏住小崽的一根头发,猛地将发丝和毛囊一起揪下来,尖锐的疼痛让宝宝瞬间醒了,下一秒震天响的哭声再次响 沈锦炎眼疾手快把奶瓶塞进宝宝嘴里,美味的范范指住了哭声,他把头发打包好交给快递员,等他寄完快递,宝宝早就喝完了奶,正在抽掖着寻找那件衬衫,看那架势又要开始大哭,沈锦炎给他扔了一堆自己的衣服,都没用,小崽似乎只喜欢那件,他苦思冥想得出结论,那衣服是用顾燕家的洗衣液洗的,不过没有品牌,说不定是顾燕从地摊上买的三无产品,也没办法买同款,于是聪明绝顶的沈 沈锦炎想到一个计划,还想闻那个味道是吧,我给你想办法弄来,条件是一天都不许哭,小宝似乎听懂了,乌鸦乌鸦,沈锦炎从衣帽间里挑了一个最大的背包,将宝宝塞进去,大摇大摆地偷偷带进学校,直奔陈寒的单人寝室,把还在睡觉的陈寒烤起来,一把将宝宝塞进他怀里,我今天有事没办法照顾他,正好你没客,帮我看一下孩子,不给陈寒反应的时间,转身火速离开,剩下一头雾水的陈寒和仔仔大眼 瞪小眼,沈锦炎端着咖啡走进教室,直奔顾燕而去,顾燕侧身抬头的一瞬间,肩膀正好蹭到沈锦炎的胳膊,电光火时间,一整杯咖啡全部泼在沈锦炎的衣服上,顾燕,你太过分了吧,沈锦炎一副不可思议的表情,只是轻轻蹭到一点衣服的顾燕沉默了,我衣服脏了,怎么办吧你说,顾燕配合着他拙劣的眼睛,我赔给你新的,沈锦炎盯着他的眼睛,这么大方,你有钱赔吗,算了,我人平好, 只要你帮我洗一个月衣服就行,直觉告诉顾燕,这里面有诈,但还是决定答应下来,沈锦炎把他连拉带拽带出教室,走,现在就去你家给我洗衣服,两人一前一后消失在走廊,围观的同学面面相去,很明显,某时同人文又有梗可以写了,到了顾燕家里,沈锦炎换了身衣服,把脏衣服丢给顾燕,大喇喇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根本没把自己当外人,顾燕任劳任怨给他洗衣服,将洗好的T恤挂到阳台,和自己大衣马的衣服挂在 一起,营造出一种婚后生活的氛围,洗完衣服又按照沈锦炎老家的口味,做了几道微辣的菜,一直忙到下午一点,出来就看见沈锦炎靠着沙发睡着了,俯身看了他一会儿,低声叫他,沈锦炎,可以吃饭了,沈锦炎脑子昏昏沉沉半梦半醒,话到嘴边直接溜出口,阿姨,你和宝宝先吃吧,顾燕突然醋眉眯起双眸,宝宝是什么鬼,上次在婴儿商场,沈锦炎一惊一乍的时候他就觉得奇怪了,难不成对方背着他偷偷生了个 顾燕瞬间面色苍白,用力拍醒沈锦炎,吃饭了,沈锦炎满肚子起床气,垃圾话已经到了嘴边,结果一看到面前冷漠的帅脸,瞬间哑了火,起来吃饭了,沈锦炎回过神,发型乱糟糟的反而少了几分距离感,谢谢美衣,我不饿,衣服干了没有,我要回家了,顾燕扬了阳下巴,将视线转移到阳台上,沈锦炎一眼就看到了自己那件湿淋淋的衣服,顶多是不滴水的程度,那你的衣服干了吗,我借一件,回头给你 转账,孩子还藏在陈寒宿舍里,待太久怕暴露,顾燕摇摇头,信信自己刚才拿小喷壶在衣服上喷了水,没干,那我先买一套吧,顾燕欲言又止,最后还是忍不住出声问,着急回家照顾孩子吗,沈锦炎瞬间被雷击了一样,一个机灵坐直了身体,整个人如灵大敌浑身炸毛,然后反应迅速搪塞过去,至于顾燕信没信,这就不一定了,顾燕的手艺很好,饭菜很对沈锦炎胃口,风卷残云吃个惊光,这时大门被 敲响,沈锦炎抢先一步到门口,应该是我的衣服到了,结果拉开门,是一个西装革履的中年男人,单手捧着蓝色丝绒盒子,男人有些惊讶,大少爷三个字说了一半,硬生生咽回肚子里,看着面前五官精致的男孩,内心呐喊,妈呀,吃到大瓜了,沈锦炎被打量得很不爽,我的衣服呢,男人迅速进入角色,说他的衣服有一件缺货,为了表达歉意送来一份小礼物,沈锦炎接过丝绒盒,里面是一瓶香水,盒子上的烫 他有印象,是个专做私人定制的品牌,只服务上层社会的顾客,心想这家店还挺大手笔的,中年男人走后,沈锦炎去卧室研究香水,全然不知刚才的男人,此时正在和阳台上的顾燕通电话,对不起少爷,我不知道有客人在家,不该说的,不要说出去,另外,我订的特条香水以后都不用送了,好的少爷,顾先生最近身体不太好,一直是谭夫人在照顾,你有计划要回家吗,没必要,听到那俩名字顾燕瞬间心烦,挂掉了电话,正巧沈锦炎的衣服送到了,顾燕拿去 我去卧室给他,沈锦炎抱着怀里的衣服,语气毫无感情,我要换衣服了,麻烦你现在死一下,顾燕转过身,沈锦炎又补充叮嘱,不许脑补,顾燕沉着声音嗡了一声,沈锦炎迅速换完衣服,我好了,顾燕缓缓转回来,盯着穿新衣服的人一直看,沈锦炎身材好穿什么都好看,简直是天生的衣架子,你一直看我干嘛,顾燕回过神,很好看,便太爱你,别拿撩我没跟那套恶心我,没有撩,实话实说,他 看到他立刻张开手要抱抱,沈锦炎顺势抱起孩子,沈涵面色严肃,你跟顾燕一起走了吗,沈锦炎放下带过来的礼品盒,惊讶反问,你怎么知道,现在全校都知道了,沈涵恨铁不成钢,是顾燕意外弄脏了我的衣服,他回家帮我洗一洗,又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太点了,沈涵感慨,经典开局,沈锦炎单手拿出袋子里湿答答的衣服,把证据甩到沈涵跟前,真的是洗衣服,怀里的小宝宝嗅觉敏锐,闻到衣服 属于顾燕的雪松味性吸塑,兴高采烈地伸着白嫩嫩的小手喊,爸爸,虽然只待了半天,沈涵却格外喜欢这个孩子,有点舍不得他走,沈锦炎没有给他们增进感情的机会,熟练地把孩子塞进包里走了,小宝贝很听话,一声不吭乖乖待在包里,抱着没有干透的衣服,小心翼翼的小口呼吸,生怕这件衣服上的性吸塑很快消散,到家以后,沈锦炎才发现小崽睡着了,于是把他放到床上,饭后孩子还没睡醒,沈锦炎简单洗漱后,捏 捏手捏脚躺在宝宝身边,爸爸,小宝宝哼哼唧唧翻身过来贴住他,小脸蛋压在他胳膊上,毫无保留地信任他,沈锦炎突然理解了沈涵,一个只有一丁点大的宝宝,话也说不明白,却对自己倾注了所有的信任和爱意,真的很容易让人动容,这时手机弹出消息,顾燕发来的,明天,来吗,好家伙,他对给自己洗衣服这个惩罚还挺热衷啊,上赶着来问,于是沈锦炎回复,你叫个同城跑腿来我家去吧,顾燕半天才试探性问了一句 每天都要叫跑腿吗,沈锦炎忍不住吃笑一声,你是不是没钱叫快递啊,连个快递都叫不起,以后怎么娶老婆养孩子,我没个可是很难养的,我大发慈悲,帮你垫付一下,以后记得还就行,顾燕发来小猫尊都假都的表情包,给沈锦炎恶心的头皮发麻,赶紧发过去自己的地址,关掉了对话框,小崽子朦胧中睁开眼,确认衬衫在自己怀里,而自己在沈锦炎怀里后,才又安心入睡,两人一觉睡到第二天自然醒,沈锦炎顶顶着乱� 大眼瞪小眼,似乎在僵持着谁去做早餐,沈锦炎突然接到电话,您好,沈先生,红城跑腿,我已经在您楼下了,沈锦炎越听越耳熟,突然反应过来,顾燕,你少赚一分钱会死啊,他昨天还嘲讽顾燕没钱叫快递,但是他做梦都没想到,顾燕能亲自干上跑腿,到最后还要自己付钱给他,顾燕闻言神态自若,没有半分波兰,不赚钱怎么娶老婆,我们一个可是很难养的,没钱只能娶好养的Alpha,沈锦炎咬牙切齿,做梦,Al 顾燕就站在楼下,沈锦炎愤愤愤地拿过来自己昨天穿着衣服,塞进袋子直接从楼上扔下去,理直气壮对着顾燕吩咐,我的衣服只能温水熟悉,不能脱水不能折叠亮晒,不允许送去乱七八糟的干洗店,以后你两天来一次就行,记住了吗,顾燕把衣服装进背包,轻笑一声,放心,我有工作经验,沈锦炎恶狠狠挂断了电话,讨人燕的声音一消失,世界都清静了,一直很安静的宝宝却突然铭起嘴巴,眼里瞬 瞬间请起泪花,委屈巴巴地朝着沈锦炎眨眨,这一看就是准备闹脾气,给人打预防针呢,沈锦炎如惊弓之鸟,面色不爽的小声威胁,不许哭,马上给你泡奶粉,小宝宝摇摇摇头,眼眶泛红,可怜兮兮地挥舞着小手着急呼唤,爸爸,爸爸,沈锦炎有些莫名其妙,我不是在这里的吗,小宝宝疯地摇头,伸出手指朝向窗台抓取空气,爸爸,沈锦炎突然理解到孩子的意思,想到窗台上完事吧,在家里� 那么多天,肯定想看看窗外的景色,沈锦炎拉开窗帘,将宝宝抱到窗台上,看吧,看看你家住哪个方向,哥哥过两天就能把你送走了,小宰仔急匆匆地撑着窗户向下摇望,但是天不遂人愿,他寻找的那个方位空空如影,没有他想看到的人,强烈的失落脆着酸楚,瞬间在胸口蔓延,他不明白小爸爸为什么讨厌他,也不明白另一个爸爸怎么好久不回家,沈锦炎也不明白,小宰子怎么越玩越伤心,明明不到伴随的宝宝,却跟年过半百的社畜一样,趴在窗 在窗户前摸摸流泪,严苦情俊的这是,饿了吗?沈锦炎问,小宝宝摸着自己饿得扁扁的肚子,挤掉眼泪,张开双手让沈锦炎抱抱,吃奶吗?沈锦炎又问,小宝宝还沉浸在伤心中,整个人软绵绵绵地靠在他怀里,小幅度地点点头,沈锦炎长出一口气,早说呀,男子汉大丈夫还能饿哭,说出去可真丢人傲,两个人减短交流过后一起去厨房泡奶粉,沈锦炎自己泡了带方便面填饱肚子,然后, 一个抱着衬衫,一个抱着手机在地毯上躺尸,不知道是不是有了衬衫安抚,小宝子竟然乖得离谱,让吃饭就张嘴,让睡觉就闭眼,这样百无聊赖的日子整整过了三天,终于等到月嫂回归岗位,沈锦炎激动地当场热泪盈眶,丢下孩子后一溜烟就直奔学校透气,正准备上课呢,突然收到一条快递短信,他的亲子鉴定结果送到了,沈锦炎激动地准备去拿,顾炎突然出现坐在他旁边,快上课了还出去啊,没事,不去了,沈� 你要参加选美吗,天天帅不帅,香不香的,人味悦极者容,这很正常,顾炎的眼神里有一丝暧昧,怎么啊,你还有喜欢的人啊,你的语气很怪,我不能喜欢别人吗,沈锦炎吃笑一声,不知道谁这么倒霉被你看上,祖上犯了天条吧,老师提着电脑进教室,沈锦炎也没办法再出去,两人井水不犯河水,相安无事度过半节课,沈锦炎突然滴血糖犯了,无力地趴在桌子上,顾炎一直随身携带的草莓糖终于派上用场,沈锦炎接过他递过来的 沈锦炎,偷偷拨开糖纸塞进嘴里,浓郁的草莓味瞬间在味蕾蔓延,他缓了黄感觉好多了,身体一好心情也好了,看在你给我糖的份上,衣服再洗五天就够了,我,顾炎张张嘴,刚准备说话就被下课通知打断,沈锦炎火速起身直奔校门口,快递员还在门口等他,直到亲子鉴定交到自己手上,他突然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生活终于要重回正轨了,沈锦炎立刻打车回家,小崽子正乖乖在衣服堆里玩, 看到他回家立刻开心要抱抱,沈锦炎有点心虚,把没拆封的快递放下,小心抱起宝宝,小崽巴基一口亲在他脸上,爸爸,爸爸,看着可爱的仔仔,他的良心忽然被刺痛,人果然是感性的生物,他特意没给孩子起名,就是怕自己会动侧影之心,没想到,真到分别的时刻还是会不舍,沈锦炎一咬牙一跺脚,抱起孩子拿起亲子鉴定,对着月嫂忙碌的背影道,阿姨,我带他出去一下,司机很快把车开到警局门口,沈锦炎一进去就看到上次那个警察,他把快递文件放 在桌子上,这次我带证据来了,刚做的亲子鉴定,没拆封,不可能造假,绝对能证明孩子就是我捡来的,男人半信半疑,喊了几个人一起做个见证,拆开快递认真翻阅,看完以后拍了拍沈锦炎的肩膀,带孩子出来一趟挺累吧,我们就不留你吃饭了,早点带孩子回家吧,什么意思,沈锦炎敏锐地察觉到事态不对,把亲子鉴定拿过来,果断翻到最后一页,依据资料和DNA分析结果,支持沈锦炎是被捡人的生物学父亲,这怎么可能啊,小� 沈锦炎恍惚着回了家,第一件事就是预约其他亲子鉴定机构,预约成功后立刻带着孩子准备出门,接过月嫂递过来的包,阿姨,我们今晚不回来了,不用给我们做饭,车子从小区楼下飞驰而过,很快消失在公路尽头,宝宝彻底看不到月嫂以后,又乖乖爬回沈锦炎身上,小手摸着自己的肚子暗示他,圆鼓鼓的小皮球,已经饿成小扁球了,沈锦炎意识到宝宝已经一个中午没吃饭,拿出包帆找着,宝宝的小手指指 包的角落里有一个充好奶粉的小奶瓶,沈锦炎愣了一下,不知道是不是亲子鉴定带来的错觉,他竟然开始觉得小崽确实和自己长相,沈锦炎摇摇头,把这个恐怖的想法摇出脑海,宝宝也学他摇头,一大一小复制粘贴一般,沈锦炎皱眉,学人的是小狗,宝宝指着他,导,导,沈锦炎举起拳头,我揍牛,小崽抱着奶瓶黑黑笑,到了鉴定中心后,沈锦炎做了加急的亲子鉴定,结果要八个小时才能出来,他打算带着孩子在酒店 对付一晚,宝宝不哭不闹,自己乖乖盖着小被子入睡,沈锦炎却一直焦虑到凌晨三点半,实在忍不住给他哥打电话,哥,我是不是失忆了,沈锦炎你是不是脑子有病,凌晨三点给我打电话,我有及时才问你的,哥,我是不是脑子受过伤,沈怀里都气笑了,对,没错,三秒钟后咬牙切齿骂道,脑子被门夹过,沈锦炎无语,听完直接把他哥手机号拉黑,快到凌晨才睡着,次日,鉴定中心的电话打来,沈锦炎抱着还在睡的宝宝� 取出鉴定结果后,熟练翻到最后一页,检验结果支持沈锦炎是被捡人的生物学父亲,完了,这下没跑啊,这个还在熟睡的小胖仔,百分百是他的孩子,回家撕来想去,也不记得自己做过什么出格的事,突然他心生一计,联系了一位私家侦探,名叫何玉,两人约定在酒吧见面,沈锦炎说自己叫顾燕,拜托对方帮忙查一个叫沈锦炎的人,过程中何玉再三确认他的名字,还在碰杯时闪过玩味的笑,只不过沈锦炎没有发现一场,对方离开后,沈� 外孙子何玉,向灾区捐款的新闻,没有配图,无法对比是不是同一个人,正想在仔细搜索一番,面前突然做了一个人,是个黄毛小混混,用那种恶心的眼神上下打量沈锦炎,张口闭口就是一些下流话,本来沈锦炎的心情就不咋地,这黄毛还往枪口上撞,他不想多说废话,直接用信息速压制的对方动弹不得,最后黄毛一瘸一拐灰溜溜走了,沈锦炎想再点一杯冷饮润喉,却突然感觉浑身无力头脑昏沉,不好,中计了,顾� 顾燕接到何玉的电话时正在看书,问道,什么事,一年没见,连声歌都不叫一声了,顾燕开始不耐烦,你想找陪聊可以上送,何玉习惯了表弟的冷目,笑着开口,你认识沈锦炎吗,他现在遇到了点困难,我给你发位置,你有空的话可以来帮帮忙,顾燕看着定位上的地点,沈锦炎大晚上去了酒吧,在那里能遇到什么困难不用想都知道,顾燕立刻拿起外套冲出大门,你照顾他一下,我马上到,放心吧,不过我只有十分钟时间,弟弟,你车轮子灯快点哦,别让 让他受伤,顾燕立刻挂掉电话,何玉躲在暗处,盯着在街口交集等车的沈锦炎,沈锦炎强撑着没有倒下去,他感觉危险正在靠近,忽然肩膀一痛,这就是那个长得比又没的还漂亮的Alpha,原来那个黄毛是去搬救兵了,沈锦炎倒在地上,没有力气站起来,小声呢喃,顾燕,救救我,何玉回个消息的功夫,在抬头就看见沈锦炎躺在地上,随手捡了大石头,正准备抬脚冲出去,却突然感觉到一阵极强的压制力, 黄毛艰难转身,看到一个高大的黑衣男人,而他的老大躺在地上口吐白沫,黄毛脸色惨白,Alpha用信息素伤人是违法的,顾燕屁腻着楼一样的黄毛,哪里有Alpha,我是Nin吗,没给黄毛继续说话的机会,用信息素隔空掐住他的脖梗,很快黄毛就昏死过去,顾燕踢了踢对方烂泥一样的躯体,屈屈鼠背,还想动我的人,他抱了紧收拾残局,毫不犹豫抱着沈锦炎离开,去医院的路上,沈锦炎迷里呼呼呼说 不要去医院,要去顾燕家,顾燕很意外,为什么,因为他的信息素很好闻,这句话给顾燕带来的震撼程度,不亚于沈锦炎跟他说,是的,我们有一个孩子,有了上次照顾他的经验,这次顾燕轻车熟路,依旧是安全马后,满足沈锦炎的一切无理要求,几乎没怎么休息,一边留意着沈锦炎有没有异常,一边在厨房忙活早餐,防止沈锦炎醒了后肚子饿,到上午八点钟才靠着沙发陷入短暂睡眠,直到被肩膀上的力道拍醒,顾� 在沙发上坐下,救命之恩我会答谢你,但昨天的事,最好大家都示意一下,你觉得呢,嗯,你说的有道理,顾燕担心他一个人回家不安全,就陪着他一起坐车,一路上气氛尴尬,到了家门口,沈锦炎怕他看到孩子,刚想把人撵走,顾燕熟练地按下门铃,沈锦炎心里一沉,好了,你快走吧,顾燕以为是他彻底恼了自己,心口酸涩,仿佛扎满了细密的银针,大门缓缓打开,宝宝早就做好了准备,小手挥舞着向沈锦炎打招呼 爸爸 结果叫出口才发现,面前的人根本不是沈锦炎,而是一张阔别已久的面容,宝宝看着顾燕愣住,沈锦炎猛地挡在顾燕身前,给月嫂递了个眼神,示意她带孩子进屋,然后自己也推回房门后面,谢谢你打车送我回来,钱我会转给你,再见 顾燕没有接话,只是直勾勾看着他,沈锦炎准备关门,一只手按在门上,锦炎,我刚刚看到孩子,什么孩子,顾燕,我今天很累了,你走吧 顾燕目光炯炯看着他,分明什么表情都没做,却偏偏生出些破碎感,他默默把手收回去,那你好好休息,月嫂躲在屋里,听到关门声才赶出来,本来有一肚子的话想问,但看到沈锦炎脸色惨白的可怜样,瞬间就闭了嘴,转身去给他盛小米粥,顺便给宝宝也成了一份,小崽坐在宝宝餐一上,和沈锦炎面对面的位置,沈锦炎一抬眼就能看到,那张和自己相似的脸,奇妙的扭带关系让他心情微妙,孩子的心情也微妙, 毕竟嘴巴就是不吃月嫂味的东西,沈锦炎放下汤匙,不吃就饿着吧,小宝宝眼里立刻请起泪水,憋了好久的委屈瞬间爆发,爸爸,爸爸,沈锦炎面无表情,哭能吃饱饭的话,以后就不用给你买奶粉了,看到自己惹沈锦炎生气了,宝宝立刻收住眼泪,小手指着大门口的方向,乃声乃气地提醒他,你想爸爸了,沈锦炎问,宝宝眼尾红红,小脑袋跟小鸡桌米一样,嗯,我也想你,宝宝脸上的希望化成了委屈,他想这个爸爸 也想另一个爸爸,他不明白一家人为什么不可以团聚,明明都已经到门口了,为什么不可以进门抱抱他呀,月嫂见状趁机问道,孩子说的可能是刚才那位先生,宝宝和他长得可真像,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亲生父子都不一定有这么像,沈锦炎听见这话脑袋疼,陈寒说像,月嫂说像,甚至顾炎见了孩子都有些情绪激动,但是elf和elf之间,绝无可能啊,沈锦炎说自己累了,转身回到卧室,脱下外套扔一边,口袋里掉出来很多粉色包装的糖果,和上次顾炎给自己的一模一样 其中还夹着一张小纸条,上面是一串手机号,沈锦炎想都没想直接随手丢掉,把自己藏进被子里,关掉手机电脑屏蔽外界一切干扰,开始睡大觉,睡到第三天的时候,陈寒找上门了,三天不见人影消息不回,我以为你死外边了呢,说着递过来一瓶药膏,这是顾炎让我转交给你的,陈寒眼神玩味,你们在一起了吗,太巧了吧,顾炎也失联好几天了,听说家里没人,手机也联系不上,学校已经在找人了,沈锦炎暗道不好,该不会是那天的人去报复他了吧,沈 随便找个理由把陈寒拈走,趴地上把床底的小纸条捡回来,换了身衣服直奔顾炎家,路上照着小纸条的电话号,一连拨了好几个电话,都是无人接听,到了地方后他先去小区物业询问,扫地大爷回忆了很久,突然眼前一亮,前两天突然来了一群人,各个凶声恶煞的,直奔着那栋楼去了,听到这里,沈锦炎面色肉眼可见的惨白,跟大爷到了邂逅,颤抖着从口袋里取出手机,边走边打110,他害怕顾炎出事,精神格外紧张,丝 顾炎扣住他的肩膀,充满倦意的面容上藏着一丝惊讶和欣喜,原来这三天顾炎是因为信息诉伤人被拘了,沈锦炎直呼完了完了,顾炎为了救自己,被拘三天,自己可欠了他一个天大的人情,混混顿顿跟着顾炎回了家,你怎么过来了,顾炎的嘴角压都压不住,是担心我吗,你少给自己脸上贴金了,是因为小区大爷跟我说你被围殴了,我是来看你笑话的,顾炎轻轻叹了口气,真是让你失望了,那群人不是来找我的,沈锦炎看顾� 没事也就放心下来,起身准备走人,顾炎拽住他,别走,我有事要和你谈,然后拉着他的手腕让他重新坐下来,沈锦炎嗅到了危险的气息,顾炎正惊危坐,家里那个孩子,是你的吗,沈锦炎拒绝自证,俗话说得好,最了解自己的人往往是自己的敌人,到底是不是我的孩子,你不清楚吗,顾炎确实很凌乱,根据他掌握的资料,沈锦炎确实不可能有个孩子,但是宝宝的长相真的很匪医所思,顾炎直接水灵灵问了出来,那你有没有觉得,他长得有一点像我,像你个偷妈 沈锦炎抓了个抱枕扔过去 气呼呼地直接走了 由于跑得太快 顾燕没脸上 只能给他发消息道歉 沈锦炎看到消息也没回 幸好他机智趁机开溜 不然顾燕一定会打破杀顾问到底 这时斯嘉侦探给他打电话 说已经把他这三年的资料整理好发邮箱了 沈锦炎这傻孩子还没听出来自己已经掉马 道谢后挂了电话 随后点开邮件 资料显示 自己并没有和任何人有过出格局度 也就是说 这个孩子是凭空出现的 Alpha捡到了自己的亲儿子 宝宝长得还很像他的死对头 可自己明明连个恋爱都没谈过呀 他越想心里越发出 就去找斯嘉侦探调查 调查结果证明 这小崽子就是凭空出现的 沈锦炎有了一个恐怖且大胆的猜测 他从床底取出身藏多年的八卦镜 捏手捏脚走进婴儿房 鬼鬼祟祟把镜子放在孩子胸口 用七音默念着刚才搜来的口诀 一分钟过后 什么事都没发生 沈锦炎松了口气 看来孩子确实是杨坚人 这时月嫂突然醒了 黑暗中看到婴儿床旁边的影子 吓得差点尖叫出声 沈锦炎及时打开灯 跟他解释自己在干什么 月嫂这才松了口气 还给他介绍了一个老先生 不仅会驱血 还会看八字 只要一眼就能看出前世今生 沈锦炎有点心动 说不定那老头真能说出小崽的来历 于是决定过去找他 第二天带着孩子坐上高铁 宝宝全程不哭不闹非常乖 乘务员都被他萌化了 临下车时送给他一个周边娃娃 沈锦炎感觉特别有面子 熊啾啾气昂昂下了车 结果毫无防备 被狂风扇了一个大逼斗 天气阴沉的厉害 沈锦炎拿出外套把孩子裹颜使 宝宝小手指着沈锦炎的衣服 爸爸 没事的 爸爸不冷 宝宝满意的重新扎进沈锦炎怀里 沈锦炎带着孩子出站打车 中途发现车子行驶在一条偏僻的小道上 他意识到方向不对 拿出手机给沈涵发个定位 又给他打电话 结果电话无人接听 沈锦炎慌了神 他哥今天有个重要的合作要谈 也没办法闪现过来帮忙 看着怀里安睡的宝宝 沈锦炎一咬牙打开顾燕的对话框 如法炮制地发送定位 然后打电话 恰好这时在后视镜里对上司机窥视的眼神 他感觉一阵恶寒 电话接通 沈锦炎努力稳住声线 角柔躁坐地开口 老公 顾燕突然被呛了一下 捂住嘴巴才忍住没发出来声音 沈锦炎继续装模作样 已经把定位发你了 我和孩子马上到 你和咱爸咱哥咱叔咱姨咱就咱姐夫也开车过来吧 知道了老婆 路上冷不冷 需要给你带件衣服吗 沈锦炎虽然被老婆俩字隔应了一下 但还是非常感谢顾燕能配合自己 需要啊老公 我想穿你的外套 你的信息素等级高 穿着有安全感 顾燕宠意应声 我帮你带过去 记得把车牌号也发我 那我等下发你哦 好 还有别的事吗 今天晚上刮风下雨路上开慢点 爱你 老公 你在路上也注意安全 小宝 沈锦炎确定司机全都听见了 才挂断电话 司机扑斥一声笑出声 然后拿出自己的工作证 人家不是坏人 是看着沈锦炎抱孩子的姿势不熟练 以为沈锦炎是坏人 才多看了几眼 至于走小路 是因为天气不好 想着抄近路快点把人送到酒店 沈锦炎看向窗户外面 车子穿过小路后立马进入城市主干道 很快就到达目的地 这下闹了个大乌龙 沈锦炎尴尬的头皮发麻 一想起来自己刚才做做的样子 就恨不得连夜逃离地球 一开门 喉顶就遮过来一把黑伞 沈锦炎抬头望去 看到眼前人后不由的遗症 顾炎 你是人是鬼啊 怎么还会瞬移呢 顾炎接过他的背包 老婆 你在开什么玩笑 你小子演起来没玩了是吧 沈锦炎赶紧拉着人进了大厅 顾炎收起伞 体贴地问道 路上累不累 碰巧家里有事路过这边 就提前下车了 沈锦炎对这个解释半信半疑 你特意来救我吗 顾炎点点头 他特意掉了一架直升机 紧赶慢赶才赶到 沈锦炎忽然觉得 这人也不是那么讨厌了 甚至有点小帅 谢了 你今天的住宿费我给你报销 仿佛是命运的捉弄 前台说只剩下一间房 可两个大人一个宝宝怎么住得下 顾炎主动提出自己打地铺 前台也说现在天气不好 别家酒店估计也没空房 两人双管齐下 沈锦炎被说动了 到了房间才意识到 自己还抱着宝宝 猛地转过身 你别看他 顾炎往后退了一步 你一个人带着孩子出来吗 沈锦炎拿出宝毯 给宝宝盖上肚子 不然呢 我还能半个人出来啊 两个人在房间里互相沉默 顾炎很有眼色 主动提出出去买晚饭 他出去以后 沈锦炎就进了浴室洗澡 洗到一半宝宝醒了 小崽先是打了个哈欠 环视四周发现是陌生环境 身边也没有沈锦炎的身影 失落感瞬间让他委屈到崩溃 爸爸 握室门砰的一声被推开 顾炎气喘吁吁跑回房间 他大老远就听见孩子的哭声 毫不犹豫地抱起宝宝 擦掉小脸蛋上的眼泪 让孩子依偎在自己怀里 小宝宝的脑袋紧贴着他 一边抽噎着打哭嗝 一边奶声奶气地叫他 爸爸 顾炎抱着孩子 浑身僵硬 浴室的门被拉开 沈锦炎一出来就看见顾炎抱着孩子 他什么话都没说 只是目光灼灼盯着顾炎 顾炎做贼心虚 小心翼翼又把孩子放回床上 刚被安抚好的宝宝 发现自己又被抛弃 看看顾炎又看看沈锦炎 朝着两个人分别伸出一只小手 像小猫似的祈求宠爱 结果可怜兮兮地叫了半天 两个大人各怀心事 竟然都没抱他的意思 宝宝咬住嘴巴 又伤心地掉筋痘痘 顾炎心疼孩子哭闹 但是压力当前他只能先仓皇解释 我刚才听到孩子哭了 以为你不再才抱起来 沈锦炎表情松懈三分 看似没有在意这个事情 问了一个顾炎意想不到的问题 你应该知道他刚才喊爸爸 不是在叫你爸 当然知道 顾炎努力藏好面上的失落 他叫你爸爸 这是你的孩子吗 你什么时候有的孩子 说完后 两人之间沉默足足30秒 沈锦炎才开口 我捡回来的孩子 当然是我的孩子 我有点事 你帮我看他一下 原来不是沈锦炎和别人的孩子 顾炎心里大喜过望 往过神后有些不可置信 我现在可以看他了吗 只能看不能碰 看着他不掉床底下去就行 沈锦炎把人交给顾炎 他则去充奶粉 宝宝会自己抱着奶瓶喝奶 正好趁他喝奶粉的间隙换纸尿裤 他生疏地给宝宝换下酒的 心得刚套到脚腕 小崽子毫无征兆突然发力 哗啦啦地呲了他一身 顾炎看沈锦炎被气到脸色发青 格外有眼力见得结果尿不湿 我来吧 你再去洗一下 等沈锦炎再次从浴室出来 顾炎已经帮宝宝穿好了小衣服 甚至用消毒精擦干净了嘴巴和小手 小兔崽子此刻正跟个狗皮膏药似的 攥着顾炎的手指不松手 还拿出惯用伎俩 巴基亲一口顾炎的手背 再黑黑一笑 甜甜地叫道 顾炎笑着轻轻捏捏孩子的脸蛋 沈锦炎见状心里多少有些酸 自己这一个月以来 又是带孩子看医生 又是找父母 管他吃管他喝累死累活的 结果 小兔崽子转头就去跟顾炎哥俩好 小舔狗 沈锦炎气上加气 直接不理宝宝 绕过两个人去吃饭 顾炎抱着孩子 让宝宝拍了拍沈锦炎的肩膀 后者扭过头 只见眼前一张嫩生生的小脸迅速放大 巴基一口亲在沈锦炎脸上 主动扑进他的怀里 显得格外亲密 耐 爸爸 沈锦炎琢磨了一下才听出来宝宝说的事 哎爸爸 窝在心里的小脾气瞬间就消失了 宝宝见他高兴了 小手指着顾炎 又指了指那边的床 沈锦炎懂了 你想让他睡你旁边吗 正吃饭的顾炎突然噎了一下 猛灌一瓶矿泉水才勉强咽下 宝宝期待的猛点小脑袋 已经这么久没有见顾炎爸爸了 一家三口肯定要睡在一起啊 沈锦炎突然板起了脸 你想和他睡可以 但我只给你三个选择 你和顾炎睡地板 第二 你和顾炎睡飘窗 第三 你俩都去大街上打地铺 宝宝瞬间黏罢 爸爸故意歪曲事实 他明明是想三个人睡在一起的呀 顾炎快速收拾完 参与垃圾 取出来一张床单扑在地毯上 又抱了一床被子 正好睡的是宝宝那一侧 我在这里保护你 顾炎哄道 你和顾炎爸爸睡床 好不好 宝宝吭哧吭哧趴到床边 看着顾炎确确实实会在自己身边 勉强接受这个建议 四舍五路 算是一家三口睡在一起了吗 次日 沈锦炎要去小山村里拜访老先生 顾炎理所应当的要和他们分开 没想到宝宝死活不肯松开顾炎的手 哭到兔奶 愣是要带上顾炎一起 沈锦炎没办法 多带了个男保姆一起出发 翻山越岭才终于找到了老先生家 小礼拜院里 一个小童子撑着脖子四处张望 沈锦炎走过来 请问这里是 小童子立刻点头 是的 就是这里 师父早就说今日午时会来三位尊客 时间不早了 先生您和我过来吧 沈锦炎被先生的神机妙算下了一条 竟然能算出临时加入的顾炎 看来是真有两把刷子 顾炎也想一道跟着进去 被沈锦炎一个眼神瞪回来 你不许进 可先生说有三位尊客 顾炎给自己争取机会 你是尊客的男保姆 这里没你的事 一边玩去 别逼我在这神圣的地方揍你 顾炎只能作罢 沈锦炎抱着孩子进门 坐在了老先生附近的位置上 先生 我近期遇到了一件怪事 还请您帮忙指点迷惊 老先生捋着花白的胡子 说吧 我想知道这个孩子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他的父母是谁 为什么会记长得像我 又像我的一个朋友 老先生掐指一算 小崽应该是从平行时空穿过来的 沈锦炎的三观被彻底打碎虫组 那他接受孩子长得像顾炎这件事了 毕竟如此离谱的事都能发生 他现在什么都信 沈锦炎出去把顾炎叫进来 告诉他小崽的来历 顾炎同样震惊 那现在你打算怎么办 我有两个计划 第一是把崽送回另一个时空的我那 很明显 这不太现实 第二是 我要养他 可得孩子办身份信息 需要结婚证 顾炎的心砰砰直跳 所以你想找到孩子的生父 然后结婚 沈锦炎斩钉截铁的点点头 顾炎心想 这不是在暗示要和我结婚吗 他压下暗示 装模作样试探 结婚可不是小事 你要考虑清楚 沈锦炎心不在焉拖着下巴 我知道啊 顾炎趁机转身整理表情 他不知道自己撞了什么大爷 出来护送沈锦炎一趟 竟然能平白无故捡个老婆 而且还是他费尽心思 招惹了三年的人 本想慢慢洗白在沈锦炎心里的形象 在找时机发展感情 没想到一下子跳过了这一大步 直接走上了先婚后爱的道路 顾炎强忍着心里汹涌澎湃的感情 努力把唇角压下去 你打算什么时候去领证 我现在一个人也没法办结婚证啊 顾炎闻言 突然挺了挺胸膛 沈锦炎将男人的动作尽收眼底 所以我才来找你帮忙 顾炎毫不犹豫 我知道 我愿意和你结婚 沈锦炎满脸问号 谁说要跟你结婚了 我是想让你帮忙找一下孩子的另一个父亲 顾炎的小世界天崩地裂 怪自己没法坦白隐命的身份 才让沈锦炎从没想过另一个爹可能是自己 他小心翼暗示沈锦炎 你不觉得孩子长得像我吗 是长得像你啊 可咱俩都是Alpha 怎么可能会有个孩子呢 顾炎强烈要求给孩子再做一次亲子鉴定 费用他来付 沈锦炎不同意 认为这完全没有必要 两人起了小小的争执 下午老先生醒了 沈锦炎去询问了一些关于平行时空的问题 包括宝宝会不会突然消失 返回原来的世界 老先生告诉他 空间是存在自我修复能力的 孩子突然消失属于异常 但是世界会自动修复 就像莫名其妙消失不见的东西 又突然出现在手边 并不是他从平行时空穿梭回来的 而是时空自己修补了这个Bug 沈锦炎大概明白了 总而言之 他白得了一个好代儿 另一个平行时空的自己 也会拥有一个一模一样的孩子 沈锦炎心情复杂地看着怀里的宝宝 宝宝见沈锦炎忧心忡忡的 伸出小手抱住他的脖子 用小脸蛋蹭沈锦炎的侧脸 趴在他耳边软乎乎地叫道 似乎在安抚沈锦炎的情绪 沈锦炎被他喊得心乱 抱着孩子的手臂不由地收紧 感受到宝宝热热的小身体 他乱糟糟的心情默然之间被抚平 一瞬间 抚养孩子的心肩如磐石 给老先生道过泄后 下午四点半 他带着孩子和顾燕一起返程 下了高铁拒绝顾燕的护送 自己抱着宝宝打车回家 到家先吃了顿饭 然后抱着小崽摊在沙发上休息 晚上门铃突然响了 开门看见是顾燕 顿时冷下脸 你来干什么 顾燕道 我想见见你和孩子 现在你见到了 可以走了 沈锦炎说着就要关门 顾燕突然伸出手挡在门缝之间 你上次说欠我一个好处 我现在来兑现 沈锦炎咬牙切齿 顾燕坐在一起 结果被沈锦炎一个眼神 吓得不敢吱声 乖乖窝在她怀里 拉着她衣服小声讨好 顾燕试探着开口 孩子的事情 我还是想努力一下 我知道你心知肚明 孩子长得既像你又像我 很可能就是我们俩的仔 你只是不想承认而已 所以我不是来逼你的 亲子鉴定我会做 出了结果后你再考虑 沈锦炎双臂防备姿态 护着怀里的宝宝 身体向后倾斜 不安地看着顾燕 我如果不考虑呢 顾燕没说话 只是神情有些落寞 沈锦炎自知自己说得过分了 倘若DNA鉴定显示 真是顾燕的仔 她不和顾燕结婚 不给孩子办理身份信息 那确实有点不讲道理 我可以抱抱孩子吗 顾燕换了个话题 沈锦炎犹豫了一下 最后还是把宝宝递给了顾燕 顾燕趁着抱过孩子的见习 眸中金光闪烁 果然吃软不吃夜 她节奏把握得当 接过孩子以后便结束了对话 将思考的空间留给沈锦炎 自己则带着宝宝在沙发上玩 沈锦炎坐在椅子上 直勾勾地盯着两个人之间的亲力互动 宝宝其实很认生 月嫂入职第一天 费好大的劲才哄好了孩子 但是顾燕却不同 她甚至都不需要费尽心思讨宝宝的喜欢 宝宝就能上赶着倒帖 月嫂慌慌张张地过来敲门 说外面突然下起大暴雨 停在路边的车都先飞了 雨水倒灌 地铁也没办法乘车 沈锦炎锐利的眼神突然望向顾燕 你是不是故意的 来的时间这么巧 只要有点良心的人都不会打她走 顾燕单手抱着孩子 无辜澄清 我怎么可能故意呢 出门的时候没看天气预报 是我的错 沈锦炎半信半疑 阿姨 你帮忙收拾出一间空房吧 话音落下突然察觉到不对 等一下 我们家是不是一共就两间房 她自己住一间 月嫂和宝宝住婴儿房 顾燕要住进来的话 那没有空房间了呀 于是她果断决定让顾燕睡沙发 顾燕毫不意外地说了谢谢 她从一开始就没奢望能睡卧室 沈锦炎能收留她都是大发慈悲了 那我先去找一床被子 阿姨说着趁机离开房间 书房里只剩下他们仨 宝宝钻进顾燕怀里又笑又闹 抱着她的脖子一连清了好几口 比先前任何时候都黏人 沈锦炎看见这场面 气得呼吸都不顺畅 这小白眼狼 顾燕很有眼色 准备把宝宝还给沈锦炎 没想到小崽子跟个狗皮膏药一样 赖在顾燕怀里死活不走 沈锦炎一巴掌拍在宝宝的屁屁上 你要去睡觉了 宝宝不哭不闹 坚持把脑袋埋在顾燕怀里 爸爸 岁 你要和顾燕睡 是吗 沈锦炎抱起手臂 面容肉眼可见浮起韵色 宝宝不敢再说话 偷偷侧头看了一眼沈锦炎 看到爸爸果然在生气 又心虚地把脸藏起来 沈锦炎命令顾燕把孩子调转过来 让宝宝正面对着他 你确定和顾燕一起睡吗 宝宝垂下头不敢吱声 小爸爸总是这么严厉 顾燕及时打破僵局 凑到宝宝耳边轻声细语哄着 你和爸爸睡 睡醒了我陪你玩 可以吗 宝宝眼睛里含起泪珠 捏住沈锦炎的衣角 小手指向顾燕又指了指沈锦炎 睡 爸爸 顾燕连懵带猜问出口 我们一起睡吗 宝宝松了一大口气 连忙点头 他们三个之前就是睡在一起了 每天早晨醒来 自己左边是沈锦炎 右边就是顾燕 她想抱哪个爸爸就抱哪个 想亲哪个就亲哪个 你知道她是谁吗 就和她睡 沈锦炎强行抱过孩子 凑到宝宝耳边轻声提醒 不要闹得太过分了 三个人睡一起是绝无可能的 宝宝听到这晴天霹雳的答案 眼泪跟断线珠子似的 从脸颊崩落到沈锦炎的手背 沈锦炎不为所动 她不会和你睡 话音落下 愣是不给宝宝一点机会 强硬地抱着孩子去她卧室 顾燕愣在原地 和门口的月嫂面面相去 热心的月嫂走过来安慰她 其实我觉得小沈心里是有你的 她跟我说过孩子爸爸的性格 说你长得帅又清高自傲 还问我怎么能讨你喜欢呢 顾燕执皱眉头 你没搞错吧 沈锦炎心里有我吗 你俩孩子都有了 有你没你 你还不清楚啊 顾燕沉默了 这个问题很难解释 月嫂哀压一声 夫妻哪有隔夜仇啊 你一个刚生产过的欧美的 在外面住也不方便 还得是需要一个elf照顾 小沈虽然拧巴 但人还是很好的 只要你们个退一步 这日子不就又能顺利过下去了 顾燕被月嫂说得稀里糊涂的 这时书房的门被推开 沈锦炎抱着手臂居高临下望着顾燕 你过来陪小崽子睡觉 沈锦炎带着顾燕走进房间 然后把崽子塞进她怀里 你不是想当她爹吗 从今天开始你就是她唯一的爹 行了吧 宝宝还沉浸在悲伤情绪中 鼻涕眼泪都蹭在顾燕身上 她抽出纸巾 给埋态孩子擦了擦 要不这样吧 你跟孩子睡床 我打地铺 可能不太行 沈锦炎换了的位置 给顾燕看窝室里 占地超大的悬浮床 她这次连睡地板的机会都没了 宝宝看两个爸爸的表情不太对 意识到应该是没协伤好 瞬间又开始掉眼泪 沈锦炎脑子都快炸了 好好好 我同意了 咱仨睡一起 接着从衣帽间里找出睡衣丢给顾燕 你们俩赶紧去洗漱 宝宝吸了吸鼻子 朝着沈锦炎黑黑一笑 一不小心笑出个鼻涕泡 顾燕抱着孩子进了卫生间 没有着急洗澡 而是小声教育小崽子 以后不许再这样惹爸爸生气了 宝宝哽咽着 小手指点了点顾燕的下巴 爸爸 碎 我知道你想帮我说服你爸爸 但是这样哭起来 眼睛很痛 对不对 顾燕温柔地擦掉小崽眼角的泪 宝宝垂着头没说话 似乎在反思自己的错误 她被听话的宝宝蒙得一塌糊涂 轻轻揉着宝宝的发丝 轻在宝宝的额角 下次不许哭了 顾燕轻声细语把孩子哄好 追爸爸是我一个人的任务 宝宝只需要乖乖长大 顾燕给孩子洗完澡出来 沈锦炎看见宝宝粘她的样子就生气 于是使唤顾燕给孩子泡奶粉 顾燕见过她喂孩子 都是直接把奶瓶塞孩子手里 让宝宝自食其力 她也把奶瓶直接给宝宝 果不其然 小崽子侧过身体双手用力地抱着奶瓶 咕嘟咕嘟地大口作奶 这个视角的宝宝眉眼像急了沈锦炎 看得人心软软 喂完了奶 沈锦炎又让她给小崽换纸尿裤 她吭吃吭吃好不容易才把纸尿裤穿好 这还不算完 沈锦炎说自己饿了 命令顾燕给自己煮宵夜吃 顾燕应了声 那你先陪孩子 我过会儿来叫你 她一走 沈锦炎怀里的小崽似乎有感知一样 哼哼唧唧要找顾燕 她把孩子塞进顾燕被子里 果不其然 宝宝睡得安稳多了 沈锦炎看了心里窝火 她辛辛苦苦一个人带了这么久的孩子 顾燕一来就夺走了孩子的全部依赖 好像顾燕才是生他养他照顾他的人 沈锦炎越想越心里不平衡 对着顾燕位置的空气左一个次权 死顾燕 叫你抢我的宝宝 又一个直权 叫你跟我作对 臭顾燕 左右拳交替攻击 还想和我结婚 做梦吧你 凡人惊 一套组合拳下来心情舒畅了不少 这时余光瞟到身侧 卧室门已经悄无声息地打开 顾燕就站在门口 她的脸上满是颓丧落寞 很明显是听见了刚才那些话 沈锦炎觉得自己的行为有点缺德 尴尬了三秒火速收拾好表情 面好了吗 男人点点头 你不喜欢溏心蛋的话 可以再加练一套拳 顾燕明显在阴阳他 但是他不礼貌在线 也不方便还击 于是假装没听懂 穿上拖鞋直奔餐厅 简单吃了两口面就吃不下了 他觉得顾燕有点太殷勤 似乎真的很渴望能当小崽的爹 于是索性和他坦白 老先生给我了一张纸条 上面写着宝宝父母的出生年月 其中一个是我呢 另一个生日比我大三岁 顾燕的个人信息沈锦炎见过 只比他大一岁而已 跟老先生的推算对不上号 顾燕文言沉默了 其实他真实的出生年月 就是比沈锦炎大三岁 但是碍于小时候发生的变故 父亲不得不修改了他的个人信息 隐瞒了他的NIMA身份 顾燕内心激动 怕被沈锦炎看出来 于是给自己盛了一大碗面条 默默吃饭不说话 沈锦炎以为他是被这个世事击溃了 好心安慰 没关系 你以后也会有自己的孩子的 谢谢 借你吉言 顾燕心想 已经有了呀 还是个白胖可爱 长得像阿佛爹的漂亮宝宝 沈锦炎突然问 我其实有点好奇 你为什么非追着我儿子认亲啊 到底是想有个孩子 还是 你对我有意思 你想听吗 顾燕放下筷子 看向他的眼神里情意绵绵 沈锦炎起了浑身的鸡皮疙瘩 站起来开溜 吃完记得洗碗 我回去睡觉了 第二天沈锦炎醒来时 顾燕已经做好饭走了 他十分赏脸吃个金光 美滋滋背着包去上学 下午上完课准备回家 又被顾燕堵住去路 我昨晚见宝宝一直吃手 洗澡的时候 看见有两颗小牙帽头了 应该是牙营养 所以我买了两盒磨牙棒给宝宝 沈锦炎毫不领情 不需要 我有钱给他买 顾燕早就料到他是这个反应 于是故意声音大了一点 锦炎 宝宝他 宝什么宝 沈锦炎敏锐地截住顾燕的话头 赶紧把他拽到一个没人的角落 行了行了 磨牙棒给我吧 拿到手后赶紧小跑着离开 跟身后有狗追他一样 上了车 盒子里突然掉出一块猪杀掉坠 还有一张纸 纸上写着 向老先生求了这 那天他在酒店打地铺 就观察到自己睡眠质量不太行了 沈锦炎钻起掌心 掌心的温度慢慢将冰冷的猪杀室五热 回家以后 他把磨牙棒拿给宝宝吃 小崽欢天喜地开始啃 甚至都不闹着要沈锦炎抱抱 次日 最后一节课下课 顾燕在校门口的拐角堵住沈锦炎 将手里骨囊的礼品袋子塞给他 沈锦炎无语道气笑了 直接二话不说接下 他大致看了一眼 大部分是小宝宝的用品和玩具 另外还有两盒感冒药 沈锦炎忍不住问 你打工赚的钱购买这些玩具吗 前两年我存了一些钱的 给你和宝宝买东西花不了多少 沈锦炎翻出二百现金 啪一声 将钱拍到顾燕的掌心 你留着当生活费吧 以后不用给孩子买东西了 他什么都不缺 给你和孩子买东西是我的心意 顾燕把钱塞到沈锦炎拎着的礼品袋里 我有分寸的 你不用担心 顾燕说完岔开话题叮嘱道 这几天流感高发 你带着孩子多注意防护 沈锦炎诧异地看着顾燕 他这是打叮嘱一想进沈家门了呀 最近变得这么温柔 又是送礼物 又是叮嘱他注意身体 走得完全是古早偶像剧套路 这时月嫂打来电话 说他家孙女发烧昏厥 他得回去照顾 沈锦炎文言宁起眉心 没事 我这几天的课程不多 可以在家里照顾宝宝 沈锦炎一本正经胡说八道 他的课最近堆得很满 根本没有多余精力带孩子 挂断电话后自己叹了口气 顾燕适时地上前询问 我们的课表应该能查出时间 需不需要我帮你带宝宝 不用 沈锦炎条件反射地脱口而出 抬头正好看到顾燕错愕又受伤的表情 后知后觉自己对顾燕有点应激 不过他向来嘴硬 说出口的话哪有收回来的道理 两个人最后不欢而散 沈锦炎赶回家 接管了看宝宝的任务 目送月嫂离开 他强称地稳重瞬间瓦解 和怀里的宝宝大眼瞪小眼 你明天可以自己在家玩 中午自己去厨房泡奶喝 晚上给爸爸做三菜一汤吗 宝宝挥舞着手里的磨牙棒 语气格外兴奋 呼呀呼呀 沈锦炎付匪 指望他能乖乖玩一天 还不如指望顾燕过来看孩子 越想越觉得头脑发昏 索性吃完饭 直接躺床上明天再想 宝宝美滋滋地钻到沈锦炎怀里 准备猛吸一口沈锦炎的信息素 结果刚贴上他 就被炽热的皮肤烫得一机灵 立马挣脱他的怀抱 沈锦炎疑惑地侧过身体 你躲那么远干什么 宝宝攥在小被子 无辜地望着沈锦炎 呼呀 沈锦炎没有精力分辨宝宝在说什么 重新把孩子搂进怀里 睡吧 明天爸爸带你去见你喜欢的人 宝宝似懂非懂 乖乖闭上眼睛 沈锦炎轻轻拍打孩子的后背 嘴巴里哼着刚学会的摇篮曲 拍了没两下 自己的上下眼皮就忍不住打架 几秒以后瞬间进入睡眠 宝宝使劲仰着头 巴唧一口亲上沈锦炎的下巴 满足地躺回自己的小枕头上 陪伴着沈锦炎一起入睡 一夜安眠 次日只有小崽睡到了自然醒 努力翻身从被子里做起来 肚子早就饿得咕噜咕噜 但是沈锦炎还在睡 脸色异常红润 宝宝推了推沈锦炎 趴在他滚烫的身体上 爸爸 沈锦炎不回应 宝宝推了推沈锦炎的肩膀 语气里带了些恐惧和哭腔 沈锦炎依旧没有回应 宝宝瞬间慌了 他不知道沈锦炎是怎么了 也没能力向别人求助 只会不断地哭着喊爸爸 就算体力消耗殆尽 肚子已经饿到脚痛 还是坚持趴在沈锦炎怀里 一边哭一边推沈锦炎的肩膀 嗓子都哭哑了 此时房间里响起铃声 宝宝四处寻找声源 最后锁定在枕头旁边的手机上 看到屏幕上不断跳动的红绿色块 哽咽着拿小手乱点 恰好点到红色色块 铃声骤停 他随手把手机丢床边 接着去摇晃沈锦炎 没过多久铃声又响起来 宝宝按了十多次他最喜欢的红色 终于在第十三次的时候 悟出了绿色按钮 手机里立刻传来一声熟悉的声音 锦炎 下午有人能带宝宝吗 宝宝听到顾燕的声音 瞬间委屈绝地 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大喊爸爸 顾燕愣了一瞬 是宝宝在拿手机吗 爸爸在身边吗 宝宝听不懂 一直哭个不停 顾燕敏锐地意识到不对劲 孩子能接电话 说明沈锦炎还在家里 但是宝宝哭了这么久都没人管 那沈锦炎一定是出事了 他攥着手机的掌心骤然收紧 心率狂飙到120 顾燕丢掉身上的围裙 二话不说从食堂跑出来 一边直奔学校门口 一边在电话里安慰不断抽气的小仔 宝宝别哭 爸爸马上就到 Alpha和死对头竟然生了个仔 面对凭空出现的孩子 他上去就是一把诺尼 结果这仔是从平行时空穿过来的 心理焦脆之下沈锦炎病倒了 顾燕打电话听到宝宝的哭声连忙赶过去 他一路没有挂断电话 安抚着宝宝的情绪 途中联系了一位开锁师傅 到了楼下后 开锁师傅也恰好赶到 顾燕把手机里和宝宝的通话给他听 证明房间里大人有危险 沈锦炎安装的智能锁安全系数极高 师傅汗流加倍地研究了十多分钟才解锁 顾燕付过钱急匆匆直奔卧室 宝宝坐在床上 一边抹眼泪一边拍打沈锦炎的肩膀 小乃因沙哑刺耳 顾燕赶紧把孩子抱起来 低头去看沈锦炎的情况 一摸额头非常烫手 叫他也没反应 宝宝也眼含泪花小声叫着 爸爸 爸爸 沈锦炎的额头 救护车赶过来把沈锦炎拉走 顾燕没有跟着上车 他打电话委托院长先给沈锦炎治疗 自己过去后会补弃诊疗费 宝宝指着敞开的大门 委屈地掉眼泪 爸爸被人带走了 爸爸又一次消失了 顾燕把孩子放在沙发上坐着 蹲下认真和他讲 我等下要去医院照顾爸爸 你乖乖喝了奶粉和爷爷奶奶一起玩 好不好 宝宝擒着眼泪 他只想陪在爸爸身边 顾燕将孩子抱起来 释放出一些信息速安抚他 期间趁着宝宝没有哭闹 快速将孩子的生活物品全部打包 连同孩子一起消过毒以后 直奔他所在的小区 把宝宝交给了他楼下的一对老夫妻 夫妻俩心善 一听到顾燕需要帮忙 二话没说就应下来 见到宝宝第一眼就惊到了 小燕啊 你啥时候有个这么大的孩子 顾燕来不及跟他们解释 说来话长 实在有事抽不开身 麻烦二老了 没事没事 我们理解的 老夫人从他怀里接过宝宝 三人本以为孩子会哭闹 没想到宝宝只是撇了撇嘴巴 竟然强忍住了情绪 脸埋在老夫人怀里 给夫妇俩看得心都化了 老夫人对着顾燕挥挥手 宝宝这里你不用担心了 先去医院照顾你的妻子吧 顾燕没有澄清这个称呼 马不停蹄赶去了医院 开始第三次安前马后照顾沈景妍 退烧需要时间 下午温度才降到了37度4 医生说不再反复高烧就可以观察出院 今晚肯定是不能走了 顾燕皱眉 小年丫堂还在老夫妇家里 二人年纪大了 待这么久孩子肯定力不从心 更何况宝宝本来就不高兴 为了沈景妍 小崽子才强忍情绪没哭出来 恐怕到晚上就很难再控制情绪了 顾燕先给老夫妻打去电话 老夫人说宝宝很乖 正在跟爷爷玩玩具 小宝似乎听到电话里顾燕的声音 委屈地喊了生爸爸 毕竟有过一次离开父母的经历 他这一生喊得凄凉可怜 顾燕听到宝宝这带着哭腔的声音 心里酸涩的难受 小宝在家里乖 我和爸爸晚一点去接你 孩子凑到手机旁边 声音都颤巍巍的 顾燕现在不敢和宝宝多交流 生怕把他的悲伤情绪全都引出来 和孩子道过拜拜以后 果断地挂断了电话 继续坐在病床边守着 四个小时后沈景妍才清醒过来 这次她没有跟以前一样对顾燕疏离防备 顾燕这段时间对她的关心 包括这次生病无微不至的照顾 都让沈景妍有些许动容 毕竟她也是有血有肉的人 别人对她好 她是能感受到的 顾燕自从沈景妍醒过来后就开始紧张 安静等待对方冰冷的审判 沈景妍理了李被子 趁机遮掩自己心里莫名的奶奶 高烧的时候我是有点意识的 谢谢你照顾我 顾燕不可置信 怀疑自己耳朵是不是出问题了 沈景妍字典里还有谢这个字啊 她的眼神让沈景妍更尴尬 岔开话题问宝宝在哪 我送到邻居家帮忙照顾了 顾燕说着 拿出手机找到老夫人下午发来的视频 孩子很乖 不用担心 沈景妍将视频从头到尾看了一遍 每一帧的镜头她都舍不得放我 把宝宝的表情动作统统研究了个通透 稍微放下一点心 病一好胃口也好了 顾燕去给她买了饭 吃完饭 老夫人给顾燕打来视频电话 接通后宝宝先出现在画面里 盖着小被子 睡得很安稳 顾燕礼貌说道 今天真的辛苦您了 老夫人笑容和蔼 哎呦别这么客气 你的妻子好些了吗 顾燕有些后悔开了扩音模式 她甚至能想象得到 沈景妍脸色是怎样五彩斑斓的黑 不动声色深吸一口气 才赶过去看沈景妍 恰好对方也在看她 两个人的视线交汇 竟然是沈景妍先一步落荒而逃 不仅如此 她竟然一句话都没说 没有着急撇清关系 也没有再给她一个凶巴巴的白眼 顾燕第二次被沈景妍的异常震撼道 是脑子烧坏了吗 都在雷区里疯狂蹦迪了 她竟然一点反应都没有 顾燕跟老夫人聊着天 沈景妍在旁边看着有点着急 对着顾燕做了个抱孩子哄睡的动作 顾燕接收到信号 对着那边的老夫人不好意思道 还得麻烦您再拍一段孩子的视频 我好给孩子爸爸交差 沈景妍在一边感觉异常羞耻 这称呼就好像他俩结婚了一样 好奇怪啊 挂断电话后视频很快就发过来 360度无死角拍了宝宝的睡眼 沈景妍意犹未尽把视频看了两遍 顾燕开口道 我当时来不及和他们解释孩子的身世 所以阿姨误会你是我妻子 你别生气 下次我会跟她解释的 沈景妍竟然没有急着让顾燕跟自己撇清关系 而是说 还是先别解释了 老人对平行时空这种东西接受能力不强 强行解释也许会引出新的问题 到时候一团乱马 顾燕正住 惊讶地看着沈景妍 沈景妍瞬间头皮发麻 别误会 我只是不想让别人知道宝宝来路不明 没有想和你扯上关系的意思 她不管顾燕信不信 反正她的出发点是这样的 顾燕沉默了一会儿后说 解不解释都没啥用 孩子长得像我 解释了他们也不会信 第二天沈景妍出院 两人立刻去接宝宝 还在超市买了四项礼品 老夫人一听到敲门声 立刻抱着孩子开门 热情地把人迎进来 宝宝叹着身体要去沈景妍怀里 爸爸爸爸 老夫人看着宝宝的小母样一脸慈爱 不得不把孩子还给对方 小崽子很兴奋 在沈景妍怀里动来动去 不停地用脸蹭她 架不住老夫妻的盛情邀请 他们留在这里吃了晚饭 跟老夫妻告别后 沈景妍抱着睡着的宝宝 顾燕提着宝宝的东西 一家三口从老夫妻家里出来 在送沈景妍和宝宝回家前 顾燕说她要回家一趟 沈景妍跟着她上了楼 到门口发现一个陌生男人 男人说她家装修 不小心砸破了卫生间的管道 漏的水估计已经渗到顾燕家了 这才来道歉 顾燕打开门 果不其然屋里已经水漫金山 沈景妍问她 那你今晚咋办 顾燕思索了一会儿 住酒店吧 沈景妍面无表情 哦那你去住吧 她有一想报答顾燕照顾自己这件事 但是要主动邀请对方住自己家 又觉得有些说不出口 顾燕如果像上次一样 主动请婴说和她一起照顾宝宝 那自己可以稍微犹豫一下 然后装作免为其难的同意顾燕当住家保姆 但是顾燕没有说 还主动要去住酒店 真是不上道 顾燕蹚着水进去拿东西 沈景妍等得有些无聊 随口问邻居漏水是咋回事 结果一问才知道 两个小时前才砸破的水管 俩小时就能给家泡成这样吗 楼上泄红啊这是 邻居被她问倒了 含含糊糊说不清楚 沈景妍起了疑心 但是看男人的胶着不像装的 就暂时相信她 两个人聊天之际 顾燕已经收拾好了书包 鼓鼓囔囔的装了不少东西 然后打车送沈景妍和宝宝回家 安顿好了睡着的小仔后 沈景妍问她 你要去住酒店了吗 顾燕有点可怜兮兮 嗯 我没地方住 邻居请你住的肯定是便宜酒店 没有厨房 你还要每天自己花钱买饭 沈景妍好心提醒 可顾燕就是不开窍 我最近几天兼职 可以在食堂吃职工餐 每天买一顿晚饭 也花不了什么钱 沈景妍沉默了 好好好 真是好小子 对着顾燕摆摆手 那你去住吧 你也早点休息吧 刚从医院回来身体还要静养 这两天有需要帮忙的地方 可以给我打电话 说着 男人转身就要走 沈景妍看着她离开 心里乱糟糟的 顾燕离开是理所应当 但是她总觉得心情怪怪的 书上说一个习惯养成 只需要21天 她捡到孩子的一个多月以来 几乎每天都能看到顾燕的脸 早就超过21天了 沈景妍自己都不知道 自己在琢磨什么 干脆把和顾燕的相关思绪 全部甩出脑袋 躺下将宝宝抱在怀里 开始思考明天上学要怎么办 阿姨走了 一时间也找不到合适的人来照顾孩子 沈景妍越想越头昏脑胀 实在是没有什么两全其美的办法 十分钟后 顾燕的手机响起 看着屏幕上跳动的名字 毫不犹豫的接通 沈景妍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 顾燕 孩子想要找你 顾燕躲在树后抬头 目光悠悠看向楼上亮着 暖黄色灯光的卧室 唇角微微勾起一个弧度 笑道 好 我马上来 Alpha在路边捡了个仔 死对头却上赶着来当爹 宝宝也对她非常依赖 Alpha无奈妥协 为了照顾宝宝 两人开始了同居生活 顾燕压根就没打算去住酒店 果不其然接到了沈景妍的电话 听见她叫自己回去 顾燕的嘴角怎么都压不住 沈景妍跟她说完门锁密码后 立刻假装高冷挂了电话 她的心开始狂跳 自己竟然邀请顾燕来家里住 她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会有这样的冲动 可能是想感激对方几次就自己于水火 可能是看她孤身在外没地方住 也可能是想让她暂时接替月嫂 帮忙照顾宝宝 反正绝对不是自己内心想邀请她 沈景妍抱着孩子坐在床边 装出一副刚哄好孩子的样子 没一会儿 顾燕就又回到她家 孩子睡了吗 你来得太晚了 她哭累了自己睡了 沈景妍抱着孩子侧身故意不让她看 看了就露线了 抱歉 顾燕语气里有些懊恼 我记得你住院的时候说想吃红豆糯米糕 就在楼下排队买了份 耽误了一会儿 沈景妍惊讶 自己随口一说顾燕就记住病情买来 这人最近怎么跟被六耳猫掉包了一样 怎么看怎么像的人 顾燕把糯米糕放进冰箱 然后折返回来 我今晚睡哪里啊 沈景妍愣了一下 月嫂不在 让顾燕住月嫂房间似乎不太合适 沙发也睡不下 家里没空房了 你 你今晚先和宝宝睡 明天我在顾人把宠物房收拾出来 顾燕立刻点头 好 和宝宝睡 那不就是一家三口一起吗 沈景妍被他盯得有点不自在 我收留你可不是免费的 你就在我家打工抵债吧 好啊 打什么工 顾燕问 第一 你要和我对一下课表 我们抽时间轮流照顾孩子 第二 我想吃夜宵的时候 你要起床去做饭 沈景妍紧接着想了想 又补充一个约法三章 第一 不许管教我 第二 住我家的事情不可以泄露出去 第三 不许偷偷教我儿子给你叫爸爸 长官 我有意义 说吧 我没有教孩子叫爸爸 称兄道弟 不影响咱俩个论个的 顾燕被他逗笑了 沈景妍 你现在有点坏心眼 哪里坏了 我这么多年一直这样啊 你又不是第一次认识我 好的 长官 我还有一个问题 你给宝宝起名了吗 顾燕就没听过沈景妍叫孩子的名字 没想到沈景妍竟然点了点头 起来啊 顾燕有些失落 她还以为自己有机会给孩子起名呢 可以问问孩子叫什么吗 沈景妍毫不犹豫 沈大牛 她刚刚说完 熟睡的宝宝不知道怎么 莫名链接到了沈景妍的思维 竟然在梦里也哼哼唧唧的 做事要挤出眼泪 顾燕立马理解了宝宝的意思 她看起来不是很满意啊 沈景妍手指蹭掉宝宝眼角的泪珠 轻轻地哼着不熟练的摇篮曲 睡吧 睡吧 我亲爱的大牛 宝宝梦梦里委屈地扁了扁小嘴巴 哼哼唧唧 明显很抗拒这个名字 沈景妍没想到 孩子在梦里也会回应自己 甚至还嫌弃自己绞尽脑制起的名字 沈大牛 多好养活的名字啊 沈景妍问道 不行就叫二娃 来福 富贵 小黄 阿彪 铁柱 顾燕怕伤了宝宝的心 连忙叫停 起名字以后再说吧 第二天沈景妍醒的时候 身边的宝宝还在睡 直到自己从床上坐起来 宝宝才睁开朦胧的双眼 缓过神后不哭不闹 立刻朝着沈景妍伸手要抱抱 沈景妍把她抱起来 早上好啊 大牛 宝宝愣了一下 什么 这房间里除了我以外 还有第二个小孩吗 顾燕带着围裙出现在门口 没有确定名字的话 还是少叫为好 不然孩子习惯了这个名字 以后改都改不过来 沈景妍觉得有点道理 抱起孩子转了个身 看着宝宝的小脸真挚道歉 斯密马赛亚大牛匠 顾燕沉默了 无奈地换了一个话题 早餐好了 洗漱完可以出来吃饭 沈景妍随便应了一声 准备先帮孩子换掉纸尿裤 低头一看 宝宝一脸震惊地 看着门口的顾燕 大眼睛使劲地眨了几次 确定不是错觉以后 小手指指着门口的男人 对沈景妍说 爸爸 沈景妍刚提醒顾燕 不许自称孩子爸爸 现在孩子主动给人叫爸爸 啪啪打自己的脸 他把孩子放下换纸尿裤 是顾燕哥哥 不是爸爸 宝宝听不懂 但是不妨碍他摇头 爸爸 沈景妍择了一声 抱起孩子交给门口的顾燕 去为他喝奶粉 他暂时不想管了 胳膊肘往外拐的完蛋孩子 沈景妍今天有课 洗漱完后随便吃了几口早餐 亲了一口宝宝就匆忙离开了 宝宝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呆愣愣地趴在顾燕怀里 茫然地指着门口 她有事情要忙 顾燕看着怀里可可爱的小宝宝 忍不住抱起来亲了一口 正好是刚才沈景妍亲过的位置 宝宝闻到了一点点血松味 瞬间没开眼笑 今天醒来竟然能看到 阔别已久的顾燕爸爸 跟做梦一样 顾燕语气温柔 月嫂和爸爸都不在 今天我陪你玩可以吗 宝宝乖乖地点头 钻到顾燕怀里一边高兴 又一边惋惜 如果能有炎炎爸爸在一起就更好了 恰好这时沈景妍给顾燕打电话 说今天会有工人上门收拾房间 让顾燕带孩子出去玩半天 还让她记得带宝宝的帽子袜子 奶瓶尿布湿面筋纸等等 顾燕惊讶于以前只会吃喝玩乐的小少女 竟然一口气把孩子的用品说得这样齐全 惊讶之余又有些说不出来的心塞 他们之间有了孩子是好事 但是孩子来的时间有些不大合适 沈景妍也只是个刚长大的小孩啊 挂了电话后 顾燕侧着头问宝宝 哥哥带你出去玩好不好 小仔仔坐在他腿上 挥舞着手臂欢呼 开心地蹬着小脚丫 顾燕随手刮了一下孩子的鼻头 那我们先去换衣服 他带着孩子去婴儿房里的衣帽间 一进门就被震惊到 衣帽间里整整挂了两大柜子宝宝的衣服 顾燕仔细挑选了一套 自认为最可爱的 换衣服时宝宝也很配合 穿完后顾燕拍照发给沈景妍 经过沈景妍两个OK个两个大拇指确认以后 顾燕才敢抱上孩子出门 在小区附近的商业街上转悠 恰好赶上一家花店开业 顾燕给宝宝抓飘落的材质丸 不远处花店老板默默观察 他一眼就关注到了这个帅气Alpha 本以为那宝宝是Alpha的儿子 结果听到顾燕自称是哥哥 瞬间来了勇气 我断上去搭讪 帅哥要不要加个联系方式 免费送鲜花气球哦 正好给孩子玩 顾燕犹豫了一下 拿出手机 那边沈景妍正上的课 旁边的陈寒跟他聊八卦 说新开了一家花店 老板是一个很漂亮的哦妹的 很多人冲着老板去那里凑热闹 问他要不要去看看 沈景妍不感兴趣 陈寒又说 顾燕没来上课 但是他今天明明有课 他那种品学兼优的Alpha竟然逃课 有没有一种可能 他也去花店看老板去了 沈景妍打断他的一侧 这不可能 心想顾燕正给自己带孩子呢 陈寒撇嘴 你怎么知道不可能 沈景妍懒得跟他掰扯 但陈寒的话却像刺一样扎进他脑子里 他甚至查了一下花店的位置 就在他家附近 如果顾燕真的去看花店老板 俩人莫名其妙看对眼的话 以后谁来给他带孩子 沈景妍越想越气 下课后一溜烟打车回家 一开门就看到桌子上放着一束勺药 沈景妍皱眉 你去买花了吗 顾燕一边泡奶粉一边回答 路过就去看了看 沈景妍板着脸接过孩子 宝宝揪着他的衣领亲了一口 软软糯糯的叫爸爸 他没空回应孩子 完脑子都是顾燕去花店了 听说能免费领玫瑰花 你没领吗 沈景妍酸溜溜的花让顾燕一挣 宝宝似乎不太喜欢玫瑰的味道 顾燕觉得沈景妍的形象更适合饶药 神秘高贵又带着一点娇气 所以才买回来 沈景妍眉头皱得死紧 那如果宝宝喜欢玫瑰 顾燕岂不是真要加老板微茶了 他哼哼两声 你喜欢去领就好了 别说得像我家孩子耽误你了一样 顾燕愣了一瞬 意识到沈景妍似乎是吃错了 心情大好 故意轻描淡写地跟他叙述 零免费玫瑰需要加上老板的微茶 加败 加个漂亮 我没个装点你的朋友圈 沈景妍一边阴阳怪气 一边抱着宝宝去沙发上远离顾燕 还说想和他结婚 想等他养孩子呢 亏得他今天给顾燕的房间买床订床垫 还给他买了个大衣柜 顾燕看着他轻笑一声 我只嫁漂亮的Alpha 顾燕账号上只有自己一个朋友 不用说也知道形容谁 沈景妍突然有些不知所措 抱着孩子尴尬起立 我去看新房间 你别跟着 顾燕笑着点头 好 一会儿洗手来吃晚餐 沈景妍脚步匆匆 带着宝宝去了宠物房 房间已经被收拾好了 之前放的猫爬架和杂物都被轻走 本来沈景妍是想养猫来着 没想到捡了个仔 养猫计划泡汤 沈景妍满意的四处转转 正准备出去 却看见地上的一张单具复印件 上面签着顾燕的名字 他好奇地打开看 竟然是买勺药的消费凭据 那几只花竟然要4800 顾燕花钱这么大手大脚吗 不对劲 很不对劲 沈景妍出去把单具拍在厨房台面上 你竟然花4800买花 顾燕表情淡定 是480 店员打错价格了 我只是签字确认 以免日后双方产生纠纷 沈景妍见她表情不像撒谎 暂且相信了她 这边油烟中 你带孩子先出去 十分钟后来吃饭 顾燕放下锅铲 把俩人赶出厨房 果断拉上隔断门 随手把单具撕碎扔进垃圾桶 心里后知后觉开始忐忑 现在和沈景妍住在一起 格外容易露出一些破绽 等时间久了 她也不知道该怎样解释 自己的身世和Nigma身份问题 也不知道沈景妍会不会接受 Alpha和死对头开始同居养崽 有可爱宝宝在中间调解 两人还真有点老夫老妻的感觉 幸福的日子平静地过去了两天 这天沈景妍照常去上学 顾燕带着孩子出去玩 谁曾想家里来了个不速之客 沈景妍的哥哥沈怀里 在出差之前 准备来看看自己亲爱的弟弟 刚一进门 就被房间里的景象惊住了 房间里哪哪都是婴儿用品 尿不是奶粉婴儿玩具 还有磨牙棒 他对照着上面的字 再加上一顿搜索 得出结论 孩子已经七个月了 沈景妍真的搞出人命了呀 沈怀里把屋子巡视一遍 打开之前的猫房时 更让他傻眼 房间已经被改成卧室 据他观察应该是个男性在住 沈景妍竟然拿着他的钱 偷偷养男人 这房间里的血松味道 让他有些呼吸不畅 那人还是个等级很高的Alpha 完了 弟弟不仅是A恋 俩人还收养了个孩子 沈怀里迈着沉重的步伐走回客厅 大门的智能锁开了 一大一小两张相似的脸 出现在他眼前 来的人见到沈怀里也愣了一下 在场唯一惊喜的只有宝宝 他看到沈怀里就高兴地挥舞小手 非常热情地叫人 妞妞 是好久没见到的舅舅 哪声哪气的声音把顾燕神志换回 他抱着孩子进了门 沈怀里长得跟沈景妍有气氛相似 顾燕猜到了他是谁 自觉地走到沈怀里面前 你好 沈先生 沈怀里在沙发上坐下 沉着脸问 你叫什么名字 我姓顾 顾燕 沈怀里觉得顾燕有点面熟 眉眼很像之前合作过的投资方董事长 但人家只有一个孙子叫顾荣 沈怀里抬了抬下巴 是意顾燕坐下说话 然后开始仔细观察他怀里的小崽子 太像了 像顾燕 也像沈景妍 沈怀里脑人有点疼 你是Omega还是Alpha 他在内心祈祷最好是Omega 没想到顾燕开口打碎了他的幻想 我是Alpha 沈怀里骤然拔高音量 你是Alpha 那孩子是咋来的 顾燕的表情一言难尽 那个 您看过小说吗 沈怀里果断摇头 那您听说过穿越吗 顾燕见沈怀里似乎接受了一些吼 认真解释 宝宝是来自一时空的 景妍查过了DNA 是亲生的 沈怀里感觉自己的认知被打碎重组 缓了好一会儿问道 那你的DNA测过了吗 顾燕眼神多闪 还没来得及测 心虚的低下头拉着宝宝的小手丸 我和孩子的关系 要参考景妍的意见 沈怀里毕竟是公司老左 非常严谨 没有切实的DNA证据 只靠面容判断 很难幸福两个Alpha会有孩子 顾燕点点头 话题聊到这里戛然而止 沈怀里脑子乱糟糟的 一时间也想不出该问点什么 宝宝见两人沉默 养着脑袋看看这个看看那个 使劲往沈怀里的方向扭动身体 哼哼唧唧想让沈怀里抱他 顾燕配合着宝宝 询问沈怀里的意见 您要抱抱吗 小宝宝的眼神饱含着气盘 尽量清澈地望着自己 沈怀里的焦虑不安被净化安抚 他偷偷蹭掉掌心紧张的冷汗 故意板着脸朝小团子伸出手 示意让顾燕抱过来 小宝宝见舅舅要抱自己 立刻美滋滋地笑起来 叹着身体主动钻进舅舅怀里 沈怀里身体骤然僵硬 他能感受到小团子抱住了自己的脖子 软软热热的小身体贴着自己 他有些手足无措 动作声色地搂住宝宝的后背 小宝子立刻热情地巴基亲了他一口 沈怀里的脑海里瞬间碰的一声炸开烟花 他怀里抱的是沈锦年的孩子 那么小 那么软 可可爱爱的 宝宝奶声奶气地叫他 妞妞 沈怀里听不大明白 眼神求助顾燕以后才得知 孩子是在叫自己舅舅 我低个老天爷 竟然还知道叫舅舅 沈怀里简直要热泪盈眶了 想抱着孩子蹭蹭小脸蛋 又怕眼睛磕到宝宝的额头 他立刻摘下来出声逗了逗孩子 宝宝狠给面子哥哥笑出声 沈怀里的心被蒙得一塌糊涂 沈锦年的垃圾基因 怎么可以生出这样可爱的宝宝 这比第一次买彩票就中投奖的概率还要小 沈怀里被孩子哄得心花怒放 期间也没忘记沈讯顾燕 你和沈锦燕住一起多久了 三天 顾燕实话实说 不过是往可怜卖乖里说 月嫂阿姨有事请假 我过来帮忙照顾孩子 沈怀里又问 那孩子穿过来了多久 沈锦燕和顾燕的体型差已经说明一切 沈锦燕和顾燕的体型差已经说明一切 沈怀里内心崩溃 家门不幸啊 家里两个药组都是灵了 早知道弟弟已经当了灵 他就不去外面当灵了 沈怀里泄气地靠在沙发上 房间里有些安静 除了宝宝一压血雨的声音 就只剩下挂钟的指针在哒哒作响 那边沈锦燕心情非常好 因为马上就要放暑假了 下了课美滋滋回家 刚一打开门 就看见沙发上坐着的两个男人 脑袋瞬间空白 沈锦燕尖叫 扭曲 阴暗地爬行 他立马后退一步 不好意思 进错门了 话音落下一六烟跑了 沈怀里丝毫不慌 抱着孩子走到窗边往下看 果然 他的助理陆思年正守住带徒 落头就鸟 沈锦燕被擒住 正在扭送回来的途中 沈怀里吃笑一声 娇生惯养的小少爷 哪能打得过肌肉猛男呢 沈锦燕面如死灰被压回来 沈怀里是一路思念出去 然后坐回沙发上 紧紧盯着沈锦燕 沈锦燕瞬间耸成小狗 哥哥是家里的顶梁柱 家产很早就交给他打理 还负责弟弟的教育问题 导致沈锦燕有点怕他 顾燕出来缓和气氛 给俩人倒水 沈先生 这件事不是锦燕一个人的问题 您还有什么想知道的 都可以问我 沈怀里看他如此维护沈锦燕 心里反倒是松了口气 他怕吓到宝宝 冷眼压着声音斥责 沈锦燕 这么大的事你都不告诉我 我看你真是翅膀硬了 沈怀里对着弟弟一顿训斥 越说越气 差点一口气没上来 喝了两口水缓了过来 你打算怎么处理孩子的事 沈锦燕不敢指示哥哥 我怎么知道吗 之前他计划找孩子的 欧妹的父亲结婚 没想到孩子的爹一丝顾燕 他就开始打退堂鼓 沈怀里转而问顾燕 那你呢 顾燕沉默不作声 他可没决策权 这得听沈锦燕的 你不用怕那死小子 大胆地说 顾燕偷偷瞄了一眼沈锦燕 得到对方无所谓的态度后 郑重其事地开口 如果锦燕同意的话 我计划着结婚 沈怀里诧异 那你们现在是在谈恋爱了 沈锦燕抢先开口 你可别乱说话 你这是诽谤 不是在恋爱你们干嘛同居 他可不相信弟弟会无缘无故 和别人一起生活 沈锦燕绞尽脑汁给子找回面子 我们是在考察期 顾燕不可置信看向他 现在是对自己的考察期吗 那岂不是很快就有机会转正了 他努力压住上阳的嘴角 沈怀里又问 那考察出结果了吗 才三天能考察出个啥吗 这种事要看感觉啊 沈锦燕把孩子接到自己怀里 顾燕要是通过考察 那我肯定会求婚的 沈怀里没有继续拷问他 脸上的表情松弛下来 目光也温和了许多 那就随你们去吧 不过最迟要在孩子上学前领证 沈锦燕一点都不着急 反正还有两年半 沈怀里散漫地靠着沙发 郑重地叮嘱沈锦燕 孩子不必成为你的负担和枷锁 要是实在考察不出结果 以哥哥的实力 完全可以养育孩子长大 沈锦燕感动坏了 刚想开口跟哥哥推心致富几句 沈怀里的手机响起 航班还有两个小时起飞 他把宝宝从沈锦燕怀里摇拐 爱不释手地蹭蹭他的小脸蛋 舅舅下次再来看牛 宝宝抱着他的脖子 主动亲了一口和舅舅挥手告别 妞妞外面风大 沈锦燕不方便抱着孩子去送他 于是这个任务交给顾燕 一进电梯 沈怀里脸上的笑就消失了 刚才当着锦燕的面不方便问 你计划结婚 是为了孩子 还是为了我弟弟 顾燕仰起嘴角 眸光里是滚烫的爱意 不管您信不信 孩子在我心里不及 锦燕十分之一重要 沈怀里满意地拍了拍他的肩膀 那我也告诉你吧 锦燕是个嘴硬的 但他从来不会委屈自己 更不可能为了孩子 委屈自己的感情 如果他愿意接受你 那只能是他自己想接受你 孩子在其中 只起到了万分之一的影响 所以你真心喜欢锦燕的话 日后请务必珍惜 他兼之于口的感情 顾燕笑着和沈怀里保证 我知道 您放心吧 Alpha怎么能生孩子呢 除非另一半是Nima 非为Nima靠着孩子追老婆 爸爸们的爱情 由宝宝来守护 顾燕送走沈怀里 后就回来做饭去了 沈锦燕抱着孩子在卧室玩 他实在是好奇 于是悄悄问宝 你另一个时空的爸爸们 是怎么相处的呀 宝宝歪着头眨眼 呜呀 沈锦燕知道他听不懂 所以肆无忌惮地问 你的爸爸是顾燕吗 宝宝紧张兮兮地攥住小手 难以回应 沈锦燕捂着自己平坦的小腹 多少有些羞耻 那你是谁生的呀 沈锦燕根本不敢想象 平行时空的自己会和顾燕有了仔 这太疯狂了 他忍不住去翻了一下 之前校友写过的同人文 里面他和顾燕已经三台了 沈锦燕将文档收藏 准备有空再细细回味 恰好顾燕进门叫他过去吃饭 他有些庆幸自己把页面关了 不然被顾燕发现自己正在偷看 曾经比喻的同人文 面子王哪哥 第二天早上月嫂回来了 他可回来得太及时了 俩人最近都是期末周 把孩子交给月嫂后就去了学校 陈寒最近和花店老板走得很近 今天七夕 他下课要去花店里帮忙 经他提醒沈锦燕才知道已经到七夕了 他想看看老板到底长啥样 于是下课后跟着陈寒一起去了 果然老板跟传说中一样温柔漂亮 还送了沈锦燕一只包装好的玫瑰花 帮完忙他打车回学校 到了后才想起来自己已经没课了 就是下意识要去等顾燕回家而已 沈锦燕心疼自己的打车钱 来都来了 干脆等顾燕下课的同时 顺便喂一下小猫 到了经常喂猫的地方 没想到顾燕已经在那里等着了 不止他一个 还有一个我没的 小偶把一束玫瑰和巧克力塞进顾燕怀里 然后羞涩地跑开了 顾燕还没有回过神 抱着那束巨大的玫瑰 沈锦燕瞬间觉得被他藏在包里的 还准备送出去的那只小小的玫瑰花 恶心透了 我可以解释的 锦燕 刚才那个同学突然跑过来 送错人了也不一定了 顾燕像一只做错事的大型犬 沈锦燕抽出藏在玫瑰花里的信封 打开里面是一封信和一张照片 照片上地点是图书馆 我妹格摔了一跤 无助地靠在书架上 腿上的伤口在流血 蹲在我妹格面前检查伤口 并捧着手机打电话的人是顾燕 那封信沈锦燕没打开 非常尊重隐私的地到顾燕面前 是你的情书 顾燕把玫瑰花放下 拉着沈锦燕到一个角落 我既然选择追求你 肯定不会和别人不清不楚 这件事是两年前发生的 我只是帮她叫医生而已 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交集 顾燕很认真跟她做保证 然后又软下声音哄人 小宝 不要胡思乱想了好吗 沈锦燕只顾着生气 丝毫没有留意到顾燕的用词不当 那你怎么不把话丢掉 这不是还没来得及吗 我现在就扔 好吗 这还差不多 沈锦燕只消了一点点气 回家路上也没咋跟顾燕搭话 到家直接抱着宝宝回房间了 一直到晚餐做好了 她才又抱着孩子出来 特意板着脸准备给顾燕一点距离感 结果出来一看 人家压根不在家 月嫂说顾燕出门了 不知道去干啥 就在沈锦燕心里窝火的时候 家里的门铃响了 月嫂快步去开门 开门一看 顾燕抱着一个巨大的粉色礼品箱 沈锦燕脸红了个彻底 顾燕这是去准备七夕礼物了吗 月嫂很有眼色 把宝宝从沈锦燕怀里接过来 宝宝也很好奇 指着顾燕 爸爸 爸爸这是在搞什么花里胡哨打 月嫂小声说 爸爸有事要忙 我们安静哦 宝宝立刻乖巧地趴在她怀里 聚精会神盯着爸爸们 顾燕把箱子递到顾燕怀里 语气温柔对她说 七夕快乐 沈锦燕头皮发麻 你 你还准备七夕礼物了 准备的有些仓促 拆开看看还喜欢吗 顾燕第一次送人礼物 也有点不好意思 沈锦燕快速将所有的绸带都拆开 小心翼翼地挪开盖子 满满的玫瑰永生花 包围着天蓝色的小窝 小窝里露出三个毛茸茸的小脑袋瓜 因为在一起的小家伙们 看清沈锦燕的面容之后 瞬间睁大了眼睛 激动地朝着她喵喵叫 沈锦燕不由自主地弯起唇角 礼物盒里面竟然是小猫 还是她肠胃的那几只 被喜香香 安置到柔软的小窝里 你怎么把他们带来了 沈锦燕双眸里闪烁着笑意 顾燕柔声说 你不是一直想收养他们吗 放心吧 我已经带他们去做过检查去虫了 猫很健康 医生说不会影响孩子 沈锦燕现在的心情非常好 这是她第二次收到如此称心的礼物 上一次这样开心 还是沈怀里送了她一张 收拾一下给小猫住 顾燕趁热打铁加好感度 我陪你一起 两个人搭配协作 很快就组装好了猫爬架 小猫们也是第一次知道 原来世界上还有给猫玩的玩具 乐颠颠地从小窝里飞奔而去 迫不及待地爬到猫爬架上 朝着沈锦燕和顾燕喵喵叫 好可爱啊 沈锦燕心都被萌化了 顾燕的目光描摹着沈锦燕的侧脸 语气里也跟着她喊起笑意 嗯 很可爱 没想到沈锦燕闻声仰起头 和她的目光交汇 看我做什么 沈锦燕心里发慌 顾燕突然笑出声 突然抬手 骤然的举动让沈锦燕紧张到一动不敢动 忍不住规划逃跑路线 没想到顾燕突然捏住了一柳发丝 动作轻柔地摘下来一个粉色的毛绒球 沈锦燕莫名感觉不好意思 她连谢谢都忘记说 快步离开房间 顾燕看着沈锦燕仓皇的背影 轻笑一声 真可爱啊 饭桌上 顾燕岔岔开话题 帮沈锦燕缓解心情 我明天要离开几天 沈锦燕为了重振自己的高冷姿态 压下一货 一句都不多问 随便你 这顿饭吃得很快 沈锦燕第一个吃完后 带着孩子去看猫 回房间前自己去找了一趟顾燕 她心里藏着是忐忑紧张 以至于忘记敲门 直接打开顾燕房门 只见男人正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 捧着一张折叠起来的S纸在发呆 意识到她站在门口后 正时想起自己的来意 眼神瞬间又开始闪躲飘忽起来 把藏在身后的玫瑰花随手丢给顾燕 刻意别开视线假装看向房间外的夜景 宝宝对玫瑰花香不太喜欢 这朵花送给你了 顾燕拿起那只娇艳欲滴的红玫瑰 毫不掩饰自己的诧异意外 以及巨大的欣喜 她笑盈盈地对着沈锦燕 谢谢 我很喜欢 第二天起来时 沈锦燕发现顾燕已经走了 其实她昨晚没睡好 总觉得自己送花有点冒昧 这很明显向顾燕表达了自己的感情 虽然俩人还没正式表白 但这黏糊的状态 跟谈了没区别 一个多月的时间 就从素敌变成恋人 有点太快了吧 她有点焦虑 吃饭也没胃口 上课也不怎么专心 下课急匆匆打车回家 沈锦燕一进门就看到宝宝乖乖坐在地毯上 高高举起双臂迎接自己 她熟练地抱起孩子 巴基亲了一口 宝宝真乖 月扫过来说 今天家正来打扫卫生 不确定顾燕房间里的垃圾要不要丢掉 让沈锦燕去看看 沈锦燕进去看见地上的垃圾袋 翻了一下 里面是之前没清理干净的一些猫玩具 她准备整理整理 结果发现了一张叠好的四指 沈锦燕把纸拿出来 展开发现内容格外熟悉 是顾燕和孩子的亲子鉴定书 Alpha和死对头同居养崽 看到亲子鉴定后Alpha傻眼了 上面写着 不支持顾燕和被捡人的生物学父子关系 沈锦燕有些恍惚 宝宝抱着他的胳膊叫了好几声爸爸 他也浑然不觉 直到月嫂说有客人过来 沈锦燕才回过神 把亲子鉴定藏回原处 怪不得顾燕最近莫名有些惆怅 明明都默认了孩子是他俩亲生的 可结果却 也对 两个Alpha怎么会有下一代呢 宝宝感觉到爸爸情绪低落 担心地趴在沈锦燕怀里 小手一下一下拍着沈锦燕 学着爸爸哄自己的样子哄他 两人到了客厅才看到 客人是陈寒和花店老板庄之翼 原来是庄之翼的前夫找上门 把他打了一顿 幸好陈寒及时出现 现在前夫已经被拘了 陈寒想请沈锦燕帮忙 跟沈怀里说一声 让那个渣男别那么快出来 沈锦燕想起沈涵跟他说过 庄之翼离婚是因为前夫出轨 还搞出一个私生子 结果后来前夫发现这孩子不是他的 之前收到的亲子鉴定是假的 沈锦燕灵光乍现 问庄之翼 是什么时间 哪个机构造出的亲子鉴定 大概是半个星期前 就是在本市的机构 沈锦燕的疑云解开了 悬起来的心落了地 他给沈怀里打电话说了这件事 然后目送俩人离开 火速跑到顾燕卧室 重新拿出鉴定报告 照着上面的电话打了过去 电话通了后 直接说要找他们院长 听到院长声音后 开门见山的质问 你们把鉴定结果调包了对吗 院长吓得差点一口气没顺上来 他也是昨天才知道 有送检医生拿了钱 调换了客户的送检样本 于是赶紧给顾燕打电话 但没有接通 院长哀求沈锦燕 别把这件事说出去 他们可以免费提供二次鉴定 沈锦燕接受这个方案 可以 但我还会送检其他机构 如果你们还出错 那就等着法庭见吧 沈锦燕冷着脸挂了电话 抓起那张鉴定书丢进垃圾桶 就这么个破烂东西 竟然让顾燕为他消沉好几天 那边顾燕赶飞机回了家 他对这个家十分厌恶 准备回来给母亲上个箱就走 连个充电器都没带 当年他的父亲顾成出轨 因为没有证据 顾燕说了他也不相信 后来顾成和唐婉生了个孩子 是个傻子哦没的 这怎么不算报应呢 这次让顾燕回来 顾成的目的还是希望顾燕能回来接手家业 这些年顾燕一直暗中调查 手里已经有了唐婉的把柄 索性就把证据甩在顾成面前 包括当年他是怎么害死顾燕的母亲 还有是如何勾结肩膚基于顾氏集团 顾成怒火中烧 一脚把唐婉踢飞 嘴里还不停咒骂着 顾燕看到这一幕只觉得痛快极了 转身走出顾家 司机把他送到机场 刚一下车 他那个傻子弟弟顾戎从另一辆车上下来 哭着说要跟顾燕一起走 顾燕还是心软了一下下 给顾戎买了机票 到了地方把他安顿在酒店 告诉他别乱出门 然后就急忙打车回到沈锦燕家 沈锦燕开门的第二秒 就迅速捕捉到了顾燕一脸眷色 眼底下蒙上一层浅淡的乌青 不仅如此 他身上还柔和着花香和微弱的酒气 还有一些识别不出来的各种味道 沈锦燕抱着孩子 嫌弃地拧着眉后退一步 男闻死了 顾燕在极度疲倦下脑袋根本转不过弯 丝毫没察觉到沈锦燕的排斥 他只知道自己的颓膛瞬间消散了一干二净 张开手臂想将父子俩捞进自己怀里 沈锦燕平住呼吸也顺手捂住孩子的口鼻 果断地推开他 你身上好男闻 宝宝想念顾燕的怀抱 但是乱七八糟的味道让他望而却步 顾燕和两个人拉开一段距离 即便被推开心里也甜滋滋地格外满足 不好意思 连续赶车没来得及洗澡 沈锦燕侧开身体 叫顾燕进门 那你去洗 洗完刚好可以吃午饭 顾燕轻轻嗡了一声 立刻起身去浴室 沈锦燕又开始反思 自己刚才是不是有些行为过激 顾燕这几天周车劳顿 好不容易赶到家里 自己还冷漠地推开他 算了 以后找个时机再补回来吧 他抱着孩子去厨房 敲了敲透明的玻璃门 通知月嫂顾燕回家的消息 中午的饭要多做一个人的量 宝宝贴心地提醒阿姨 爸爸 是爸爸回来了 月嫂也惊喜万分 立刻准备临时多加两道菜 给顾燕接风洗尘 沈锦燕悬了两天的心终于落回肚子 琢磨怎么才能不动声色的 拔顾燕一根头发 顾燕洗完澡后出来 沈锦燕决定先心事问罪 以后不许带着一身酒气回家 顾燕诚恳地保证 道歉 以后不会了 沈锦燕呕了一声 很傲娇的样子 硬下后又莫名有种怪怪的感觉 好像八点半剧场里播放的霸总温雪 男人喝酒应酬后被家里的娇气嫌弃 首先 沈锦燕自证他不是娇气 只是拿这种婚后记事感来举个浅显易懂的例子 然后再次自证 他不是顾燕的老婆 进了客厅后月嫂正抱着昏昏欲睡的孩子 听午间新闻催眠 沈锦燕先一步入座提起筷子吃饭 等他装好汤后 才发现顾燕没跟来 男人站在电视机前 拧着没死死盯住电视屏幕 新闻播报 今日再度发生一起幼儿伊尼玛绑架案 目前死亡二人 幼儿经医院救治暂无生命危险 涉事的五名绑匪已经捉拿归案 很明显 死亡的二人应该是小孩的父母 这让顾燕想起了自己的母亲 沈锦燕也好奇地盯着屏幕 现在啥年代了 怎么还会发生这种情况 顾燕在餐桌边坐下来 虽然伊尼玛的身份都是保密的 但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 况且伊尼玛线体收购价格一亿美金 有钱能是鬼推磨 何况是贪婪的人类呢 沈锦燕又问 是不是等到伊尼玛成年就安全了呀 顾燕摇摇头 针对成年伊尼玛只需要换一种策略 他没有继续说下去 只是在心里默默想 世人就会有软肋 只要挟持了伊尼玛的软肋 他们就有可能达到目的 顾燕的软肋就是沈锦燕 所以才一直隐藏身份 避免沈锦燕陷入危险 话题和氛围开始沉重 顾燕的脸色不太好 沈锦燕放下筷子 你是不是有心事啊 或者有事瞒着我 没有 出去两天太累了而已 沈锦燕不太信 明明在看电视之前还好好的 他直觉和新闻有关系 于是犹疑着开口问 你不会就是宁了吧 沈锦燕这是不明则以一鸣惊人啊 顾燕被口水呛到 咳了老半天才反驳 我不是 平时看的资料多 图书馆都有收录这些 沈锦燕相信他 听见图书馆三个字 冷哼一声开始阴阳怪气 图书馆好啊 不仅能学习 还能帮学弟贴窗可贴呢 顾燕听见这酸溜溜的话 忍不住笑了 不会有下次了 你不喜欢的 我都不会做 顾燕看着他的眼睛郑重地说 我才没不喜欢 也不会管你的 八字还没一撇呢 他可不需要顾燕保证 沈锦燕埋下头继续吃饭 但是目光却时不时地打热着对面 确定他没有再沉浸在刚才的沉重氛围中 才彻底安心吃饭 让顾燕开心真的非常容易 只要他稍微对顾燕表达一点在意 就足够了 举手之劳的事情 何乐而不为呢 Alpha捡到宅宅已经一个多月了 小宅比刚开始的时候乖巧了一万倍 吃饭睡觉都很少哭闹 专注力比他亲爹沈锦燕本人都强得多 顾燕带他的时候还能偷偷玩手机 沈锦燕从商场采购回来 跟宝宝一起坐在地毯上 把手里的东西都倒出来分了分 把萝卜玩具 宝宝的 熔豆饼干 宝宝的 手指泡芙 宝宝的 沈锦燕分了一个小山堆 差点把孩子买起来 晚上陈寒邀请沈锦燕去装置一家吃饭 沈锦燕带着宝宝一起去了 顾燕拿出手机查看酒店管家发的短信 说顾容的情况很不好 可能得请医生过去 顾燕打字道 劳烦您叫他起床 我带他去一趟医院 管家应了声号 立刻照顾燕的吩咐去叫醒顾容 顾燕和阿姨打了声招呼 紧急出门 到了地方一看 确实如管家所说 我没得死气沉沉 生命活力在肉眼可见的流逝 和一周前见到活蹦乱跳的小孩截然不同 顾燕带着顾容直奔最近的私立医院 等检查结果时 顾容突然开口叫他 哥哥 少年声音里还带着颤抖 妈妈 死了 顾燕对于这个结果没什么感觉 就是可怜顾容 母亲去世 现在是真的没有人在乎他了 检查结果显示 他有明显的营养不良 还有神经功能性紊乱 总而言之需要有人照顾着调理身体 顾燕给他办理了住院手续 次日才可以正式住院 他给顾容拿了些药带回酒店 盯着吃完一整份晚餐和药片以后才站起身 整理了一下衣服后起身离开 顾容眼急手快地拽住顾燕的袖口 男人顿住脚步 他便立刻扇扇地缩回手 顾容问 住院 哥哥会来吗 顾燕转过身 望着对方暗含着期待的目光 有需要帮忙的话可以联系我 顾容点头 空气中弥漫着一缕浅淡的草莓香气 从顾燕进门的第一秒到现在 始终飘荡在他的鼻尖 顾燕的信息素不是草莓 那就是别人的味道 顾容绞尽脑汁才想明白是怎么回事 原来哥哥也有需要照顾的人 顾容放浅了呼吸 不敢过多触及别人的美好 他开口说 哥哥 别担心我 我自己 可以 你 陪草莓哥哥 顾燕主动把自己的手机号留给顾容 有想说的话 也可以告诉我 顾容勉强打起精神 扬起唇角 好 时间不早了 顾燕和顾容交代完以后快速启程离开 在小区附近买了红豆糯米糕 到家时已经十点 月嫂已经带着孩子休息了 沈景岩自己坐在沙发上嗑瓜子玩手机 等到顾燕进门后立刻吸了屏幕 上下打量着对方 顾燕局促地站在门口换了鞋子 怎么这么晚还没休息 沈景岩单刀直入 阿姨说你没吃晚餐就走啊 去做什么了 她觉得顾燕背着他们父子俩出去浪了 顾燕把糯米糕放在桌子上 送了个朋友的弟弟去医院 沈景岩揣着手 不是你弟弟 为什么要你送 朋友家里矛盾闹得天翻地覆 暂时疼不出手来管 沈景岩觉得顾燕并不是喜欢说谎的性格 对她的话将信将疑 顾燕给她看了看手机支出的账单 强势澄清自己的清白 沈景岩仔细地检查了一遍 确实是医院收的款 但是她心口的气并没有因此而消失多少 沈景岩总觉得顾燕此次的行为 于她而言有些生疏 最起码要说一声的 而不是平白让别人担心 对不起 顾燕推了推红豆糯米糕 讨好沈景岩 这次是我考虑不周 我晚上不吃家餐 你自己吃吧 我睡了 说完也不再管顾燕 留下顾燕一个人在客厅里发呆 她则在房间里翻来覆去睡不着 等到凌晨一点 沈景岩突然下定决心地坐起身 深吸一口气 摸着黑一直走到门玄关的衣架处 凭着记忆和手感 摸到顾燕进门后挂在这里的衣服 捏手捏脚地翻出衣袖 放在鼻尖处浅浅地吸一口气 很明显的枝子花香性吸塑 Omega的味道 沈景岩想东想西 焦虑得一夜没睡 次日见到顾燕以后也挨搭不理的 两个人之间的氛围冷击得可怕 顾燕以为沈景岩为昨天的事情生气 饭后主动向她打报告 我今天还需要去一趟医院 大在两个小时左右就能回来 可以吗 你去就去 问我干嘛 我需要站在什么立场管控你的行程 月嫂抱着喝奶的宝宝回了婴儿房 房间里只留下两个人气氛诡异 顾燕面对沈景岩有些茫然 抱歉 我处理完后会尽快回来的 顾燕等她离开了餐桌后 才起身收拾完碗快出门 沈景岩嘴都快撅到天上了 顾燕陪又Mega去医院 不论出于什么目的隐瞒她 反正她就是不高兴 看到顾燕的身影彻底消失在门口 沈景岩气炸了 月嫂出来助攻 我记得医生给孩子开的营养品也吃完了 是不是得去医院重新开一点啊 她的性吸塑缺失症早就好了 沈景岩看了一眼白嫩胖乎的小崽子 完全没有身胶体弱需要吃营养品的样子 月嫂道 还是复查一下的好 你觉得呢 沈景岩犹豫片刻 心里纠结着也不是没有道理 立刻滴溜起一脸茫然的小慧子 花费了平生最短的换装时间 五分钟之内就焕然一新地从医帽间出来 沈景岩带载直奔顾燕昨天给她看的医院地址 不过她没有带孩子去看病 在住院部楼下纠结了许久 有些拉不下脸去查顾燕的秘密 好像她小心眼的极度吃醋一样 这时她发现 顾燕带着一个身量单薄的少年进了大厅 那个我没敢很依赖顾燕 时常扭过头去打量着顾燕的侧甲 偶尔会笑一笑和顾燕搭话 宝宝眼睛惊亮 看到熟悉的人影后立刻伸出一根小手指 指着远处激动开口 爸爸爸爸 吓得沈景岩赶紧捂住孩子的嘴巴 幸好他们藏得远 顾燕似乎没听见 她松了口气 等待顾燕和少年一起进了电梯后 才抱着宝宝出来 沈景岩打算去询问一下登记的护士 在她转身后 眼前的视线突然一黑 面前是一堵穿着黑色卫衣的宽阔胸膛 闻到雪松味的一瞬间 沈景岩就已经尴尬地头皮发麻 心里那点怨气和愤慨全然消失不见 恨不得当场抱着孩子挖穿地球 爸爸爸爸 宝宝兴奋地伸着胳膊 想钻进顾燕的怀抱 顾燕趁机接过孩子 声音温柔地询问 景岩 你们怎么来了 沈景岩随口胡周 带孩子来复查 走错路了 门诊楼走到了住院楼 很正常啊 顾燕突然就明白了她今早为什么生气 脸上也尽了一点笑意 那你等我一下 一会儿我陪你去 你陪你的欧妹的弟弟吧 我和孩子不重要 沈景岩见自己暴露 索性装都不装了 顾燕用手背贴了贴沈景岩的额头 没有发烧就开始说胡话了 沈景岩打掉顾燕的手 强行接过孩子 哪句是胡话 你昨天就送欧妹的去医院 怎么今天还送 她和你有说有笑的 哪里像刚认识一天的人 况且 有手有脚已经成年的欧妹的 自己不会去医院看病吗 还需要别人家的Alpha帮忙 沈景岩越说越气 完全没留意到身后有影子在慢慢靠近 她蓄足了力气 对着顾燕说出最气势汹汹的一句话 你喜欢我没个弟弟 那去和他过去吧 话音落下 身后的少年已经站在了顾燕的身侧 那张和顾燕三分相似的脸出现在沈景岩面前 沈景岩愣住 哎呦我去 这到底是谁弟弟 Alpha带着孩子去捉奸 谁知那小欧竟然是他老公的弟弟 他直接尬在当场 顾容低头看见沈景岩怀里的小宝宝 惊讶的张大嘴巴 这孩子长得好像哥哥呀 原来哥哥已经有妻子和宝宝 沈景岩抱着孩子后退一步 这是怎么回事 我们去病房说吧 这里人来人往的不太方便 沈景岩和顾容先上了电梯 顾燕跟在后面 他有意和顾家撇清关系 遮掩顾容的存在 不让沈景岩察觉到 自己和阿渣的顾家有任何关系 也可以对顾容隐瞒了沈景岩和宝宝 怕他回家会对顾城提起 给沈景岩带来麻烦 谁知还是翻车了 顾燕有种被两个人压界拷问的感觉 到了病房 他回答了沈景岩的所有问题 等到护士把顾容带去体检 沈景岩才终于发作 你骗我 顾燕坐垂下脑袋 一米九多的男人竟然声线都稳不住 对不起 他这个样子 沈景岩都不忍心骂他了 就连宝宝都察觉到顾燕心事重重 爬到他怀里 巴唧一口亲在他脸上安慰他 那你为什么要瞒着我 家庭不合 我已经脱离他们很久了 他已经十年没进过顾家的门 沈景岩有点心疼 重组家庭的孩子确实不容易 他弟弟看着也是瘦弱不堪 怪不得顾燕要一直打工 沈景岩突然抓住他的手 你不想说的话 可以不用说了 戳人伤疤的回忆 他听着也不痛快 顾燕语气里满是哀伤 还抬手抹了抹眼角不存在的泪水 我是不是不够格追你 沈景岩没跟上他跳跃的脑回路 你说啥 我跟你们不当户不对 你会介意吗 沈景岩对他的担忧有些奇奇怪怪 但是依旧耐心解释 我一直觉得 既然平行世界里的我们能有个亲生仔 想必你身上也有足以吸引我的闪光点 否则我也不会和你在一起 你的闪光点只是并非来源于原生家庭而已 顾燕阴沉了许久的脸色终于拨云渐日 那你现在是同意我的追求了吗 我可没说 看你表现吧 没一会儿顾容做完体检回来 顾燕起身让他好好休息 还帮他整理了床铺 顾容听出了他的言外之意 哥哥 要回家了吗 沈景岩看他这怯生生的样子 有些不忍心 但顾燕已经强显一步开口 对 护工一会儿就过来了 有事再联系我 顾容失落地垂下眸子 好 顾燕拉起沈景岩立刻朝着病房外走 顾容对两个人挥手道别 哥哥再见 你们路上安全 沈景岩顿了一下脚步 柔声问他 你叫什么名字 少年眼眸里瞬间又燃起火光 他对着沈景岩玩耳一笑 我叫顾容 我记住了 沈景岩默默记在心里 突然被顾燕握住掌心 催促道 走了 沈景岩被迫一步一驱地跟着离开 直到两个人出了病房门 他正脱开顾燕的手 你好像并不喜欢这个弟弟 因为我只喜欢你 沈景岩下意识地踩了顾燕一脚 少有嘴滑舌转移话题 你是不是根本不想让我见到他 顾燕诚实地点了点头 他以后还会回家 不需要付诸太多情感 他不是和你相依为命吗 顾燕很诧异沈景岩对自己和顾容有这个看法 人各有命 没有谁和谁的命能纠缠地绑定在一起 说完 顾燕突然意识到自己的态度有些冷 瞬间比顾容还小心翼翼地问 你会不会觉得我很冷血 你猜呢 顾燕突然犯贱 那你想见识一下热血的我吗 沈景岩反手甩了他一个大壁动 头也不回自己先走了 蛇行走位没让顾燕追上 带着宝宝去儿科复查 医生拉着孩子的手指 笑眯眯地出声逗了逗对方 看宝宝露出两颗小牙乐颠颠的状态 医生奖励沈景岩一个大拇指 孩子养得很好呀 沈景岩问 他还需要吃药吗 有双亲在身边就不需要吃药了 对了 你和家里那口子和好了吗 沈景岩支支吾吾的堂塞 什么呀 我还没有对象呢 那你是怎么治好的小崽子 不是靠他另一个父亲的信息素吗 小宝宝满面红光 还肉眼可见地胖了一圈 一看就是在恩爱家庭里养出来的孩子 我找了个他喜欢的男保姆 每天提供信息素 闻两天就好了 话音落下 男保姆的脸出现在 整是门板的一小块玻璃上 从医生的方向 刚好一抬头就能看到顾燕的面貌 大小两个人格外相似的面容 让医生心里瞬间了然 你家男保姆来了 沈景岩心底漏了一拍 循着医生的视线向身后望过去 顾燕敲了敲门 医生挥手示意他进来 他进门后站在沈景岩的身边 又恢复了一拍证人君子的模样 好像刚才犯见的根本不是他 男人礼貌地问 孩子怎么样 很健康 父母照顾得很好 顾燕放心 顺口和医生攀谈 都是宝宝爸爸的功劳 父母双方恩爱和谐 才能养出乐观积极又健康的好孩子 医生也给顾燕抛来个赞许的目光 沈景岩头皮发麻 这下彻底如坐针毡 一刻也待不下去了 孩子健康那我就放心了 您先忙 下个月我们再过来打疫苗 说完赶紧把整卡要回来 偷偷再在桌子下面踢了顾燕一脚 沈景岩先一步认出大门 顾燕紧跟其后 三两步就追上抱着孩子一路小跑的沈景岩 还在生气吗 不然呢 生二胎吗 沈景岩和他拉开一米距离 离我远点 省得给你点颜色就开启染房了 顾燕根本不理会沈景岩的距离警告 快步追上去 我回家向你赔礼道歉好不好 沈景岩不理会他 顾燕只能使出沾牙糖招数 贴在他身边孤勇 我在生气 沈景岩仰起头提醒他 顾燕又像个失落的大金毛 捶着头跟在他身后回家 两个人到小区下车 刚好迎面对上采购回来的 沈寒和庄之翼 沈寒见顾燕抱着孩子 和沈景岩并排着走在一起 强忍着自己震惊的目光 但还是没忍住 我去 第一次看到三个人同框 给他的震撼远远比脑补时候吓人的多 沈寒视线落在沈景岩身上 你们仨 不收敛一点吗 即便是放了暑假 同校学生各奔东西回家 但是 万一被人发现 那可真是劲爆大新闻 只有今天一起出门 应该不会这么巧的 对了 你们买帐篷做什么 庄之翼笑着开口 主动邀请两个人 要去山谷野炊 要不要一起啊 沈景岩知道两个人出去玩 是为了增进感情 他犹豫了一下 看向顾燕 顾燕接收到信号 你去哪里 我都会陪你 沈景岩无语了 不是啊大哥 我是想让你帮我带孩子 没有邀请你的意思 庄之翼堵住了沈景岩 还没来得及说的话 那就一起去呗 正好我们买了俩帐篷了 顾燕看沈景岩不说话 主动问 那我们几点集合 双方约定好一个小时后出发 庄之翼突然笑着望向沈景岩 你们两个好般配啊 突然的一句话让沈景岩慌了神 面上笑得僵硬 背地里在阴暗地爬行 顾燕笑着拉住沈景岩的手 宣示主权 谢谢 那我们先走了 沈景岩还没说两句话 就一头雾水地被顾燕带走离开 小崽还不知道自己即将被爸爸扔家里 开心地抱着奶瓶喝奶 俩爸爸坐沙发上为难地看着他 沈景岩醋没问 他怎么办 你想带吗 沈景岩摇摇头 不想 我也不想 俩人交换了一个下定决心的眼神 那就不带了 喝奶粉的宝宝瞬间停住动作 虽然听不懂 但是感觉不像好事 宝宝谨谨慎地观察两个人的动向 直到见到俩人不约而同地换上了新衣服 还把他抱到月嫂怀里 这才后知后觉意识到不对劲 他伸着小手想要去抓沈景岩的衣服 但是被月嫂眼急手快地抱回了婴儿房 一边给宝宝哼歌 一边安抚宝宝 今天爸爸们要出去玩 宝宝在家要乖哦 等爸爸们感情好啊 以后说不准 还会有小弟弟妹妹来陪宝宝玩 小崽子似懂非懂 偷偷地望着两个人背着背包出了门 四个人集合上车 营地比较远 车子里开了冷气 沈景岩披着小毯子 听着陈寒和司机聊天 没几分钟就睡着 陷入了梦境 梦到自己身着礼服 和单膝跪地的男人交换戒指 沈景岩不知道对面的男人是谁 他下意识地叫顾燕 对面的男人没有回应 只是机械地将戒指带进了他的无名指 沈景岩等他站起来才看清楚 新郎的身高和顾燕一模一样 自己需要仰着头才能看到对方的脸 可是男人的脸很模糊 他努力辨别了许久却观察不到丝毫 这时婚礼现场突然闯入外来之客 又一个顾燕凭空出现牵起他的手 小宝 跟我走 婚礼现场的顾燕也拉起他的手腕 你是我的新娘 两个顾燕争执不休 直到两张脸同时放大到他跟前 同时恶声恶语地逼问他 你跟谁走 沈景岩被两个一模一样的人吓得呼吸骤停 愣在原地 任由他们两个拽着自己的胳膊拉着 一个顾燕想和他结婚 另一个顾燕想来结婚 就在两个人争执不断 让沈景岩陷入极度恐惧的时候 他突然挣扎着从梦里惊醒 顾燕看沈景岩双目无神 面色惨白的模样 立刻凑过去给他递了一瓶水 怎么了 沈景岩花了三分钟才缓过神来 好真实的梦啊 浑身上下像被无形禁锢了一样 他好几次想从梦里醒来都无能为力 顾燕用纸巾擦掉他额角的冷汗 低声问 做噩梦了吗 沈景岩抬起头来直勾勾地盯着他看 梦里撕扯他的两个人都不是顾燕 眼前会温柔替他擦汗的才是顾燕 没一会儿他们到了目的地 沈景岩状态不太好 顾燕就拜托庄志义陪他在车里休息 自己和陈寒去搬行李 庄志义坐到后排 提出要帮他算个塔罗牌 还说他前夫出轨就是他算出来的 沈景岩一听 竟然这么神奇 那高低必须来试试 本来他想问 他和顾燕会不会结婚 但想了想 还是改了个说法 我将来会和孩子爸爸顺利结婚吗 当庄志义看向牌面的时候 他愣住了 是非常令人窒息的牌面 沈景岩小声问 是结果不好吗 庄志义调整好表情 装出一副发呆后背惊醒的模样 挺好的呀 沈景岩也不是傻子 没关系 你说吧 我就随便听听 庄志义尽量挑眉那么严重的说 大意就是你们俩的婚姻 会因为钱的事导致过程有些坎坷 沈景岩点点头 钱的问题 那就不是问题 即便顾燕真的要脱离原生家庭 兜里一分没有 自己也能从零花钱里分一半给他 沈景岩和庄志义一起下车 走了一会儿找到了顾燕他们 顾燕给他拿了一个垫子 让他坐着等 帐篷还没有搭好 沈景岩百无聊赖 这时顾燕的手机响起提示音 他拿起来想过去给顾燕 一个不小心看见屏幕 消息内容水灵灵映入眼帘 是酒店管家发来的 顾容马上要过18岁生日了 沈景岩走过去把手机递给顾燕 他问 你要给弟弟过成人礼吗 18岁生日 每个迈入新人生阶段的小孩 都应该有个盛大隆重的成人礼party 在欢声笑语里灿烂长大 顾燕却没什么反应 他想起来 自己18岁时瞒着顾城办了三年休学 跟何玉在国内外联手 每日奔波在生意场里 生日那天 他在母亲的墓碑前 喝了一夜的冷酒 在零下两度的天气里 发起41度高烧昏迷 被好心路人打了急救电话 顾燕说 我们家没有过成人里的习俗 沈景岩看顾燕的表情就知道 这件事情似乎戳到了顾燕的心事 他偷偷开小号家和侦探的微信 何玉通过得很快 一看好友来源 假装顾燕的顾燕老婆明天推荐 他就知道是沈景岩在背后捣鬼 想也没想就同意了 何先生您好 我姓陈 想委托您调查个人 何玉沉默了 好家伙 又是新皮肤啊 陈先生您好 三年之内的全部信息三万美金 往后每年一次低价一万 涨价怎么涨得这么快 黑心老板 何玉好心提醒他 陈先生 我们是第一次交易哦 沈景岩发来小猫咪思米马赛表情包 劳烦您尽快帮我查一下 这个人的生活经历 不需要过于详细 只需要他大致的家庭情况 和个人经历就好 沈景岩说完 发给何玉一张顾燕的证件照头像 他仔细叮嘱何玉 只要那种摆在明面上 随便问问就能查到的程度就好 何玉没有立刻领取沈景岩发过来的定睛 看着投影亭上的顾燕头像 有些哭笑不得 不知道顾燕从哪里捡回来的宝贝 三番五次的操作都让他大开眼界 他迫不及待地给顾燕发短信 亲爱的好弟弟 顾燕口袋里的手机铃声乍然响起 他顺势就拿出来看了两眼 何玉的第二条信息发过来 你老婆又换新皮肤给我加叶解了 顾燕闻言看向正在忙碌收拾行李 并无其他异常的神景岩 何玉神秘兮兮 你猜他这次想调查谁 顾燕简单地打了两个字母 何玉在办公室里笑得前仰后和眼角挂泪 怎么会这么搞笑啊 你能理解我的笑点吗顾燕 你老婆上次披着你的马甲 请我来调查他自己 这次披了新的马甲来调查你 现在的小孩真好玩啊哈哈 哈哈哈哈笑死我了 顾燕一直没回复 你不觉得好笑吗 顾燕依旧沉默 何玉突然就觉得不好笑了 顾燕分明对此甘之如頤 完全是小情侣之间的情趣 何玉突然被顾燕袖的牙根痒痒 心里偷偷琢磨着在顾燕的过往经历里 杜撰几笔劲爆新闻加上去 让顾燕哭着跟老婆解释去 就在何玉暗戳戳准备开干的时候 顾燕的新消息发来 你收他钱了 何玉突然心里直觉不妙 你管我 这是我的私活 把钱退给他 说你三周年免单福利 何玉咬牙切齿 他就是刚刚忍不住多笑了几声 至于这样见色忘忧 倒贴上去帮老婆采兄弟吗 顾燕的消息又发过来 上次收的钱也退回去 你随便想个理由 我勒个清汤大老爷 平均和顾燕聊一句就损失十万 何玉果断结束和顾燕的聊天 他领了沈景岩的十万订金 剩下的尾款就不用结了 他想赚钱 又害怕以后会被顾燕追着打 沈景岩看手机提示对方收了款 收起手机去找三人会合 你那么终于成功代载上位 荣获老婆的男朋友称号 有了名分以后 在沈景岩家住着都格外有底气 他们已经也吹回来三天了 关系也是在那时候确定的 这三天里顾燕每天都是熊啾啾气昂昂 今天特意起了个大早 准备了一桌子大餐 全是沈景岩喜欢吃的菜 连小崽子的零食都换了个更贵的牌子 沈景岩一觉睡到大中午 被美食的香气叫醒 顾燕正在厨房忙活 可爱的卡通围裙配上那张帅脸 看起来很滑稽 沈景岩抱着手臂椅在墙上 你在干嘛 顾燕闻声抬起头来 见到沈景岩的一瞬间 脸上立刻慢起笑意 再给老婆孩子做饭了 沈景岩对于他们关系的转变还是没适应 当时红了双甲 找个借口溜去洗漱 洗了一个半小时没出来 顾燕抱着小崽子去敲他的房门 宝宝奶声奶气的使出全身力气喊他 话音还没落下 沈景岩的房门就被人从里面刷一下拉开 见到爸爸板着一张脸 小崽子瞬间收声 扭头钻进顾燕怀里 哼哼唧唧地拿屁股对着沈景岩 顾燕搂住小宝宝 吃饭了 沈景岩走了两步关上房门 你先去 我马上来 顾燕低声应响 抱着孩子去了餐厅 沈景岩晚一步出来 路过玄关处刚好听到门铃响 陈寒和庄志义喜气洋洋的 提着大包小包的礼品和宝宝玩具 一股脑地塞进沈景岩家 恭喜啊恭喜 又幸福了呀 燕 百年好和 快点结婚 早生二胎 沈景岩被他们吓得僵在原地一动不动 顾燕及时过来 带着他向后挪了两步 给陈寒庄志义留出进门的空间 然后抱着孩子替沈景岩接待客人 在他的盛情邀请下 陈寒和庄志义留下一起吃饭 四个人坐到了同一张餐桌上 费尽心思想融入其中的小崽子 被月嫂抱去喝奶 庄志义笑容灿烂地和小宝宝挥手道别 不由得出声感慨 好可爱 你们有要二胎的想法吗 有的话我可以申请做干爹吗 沈景岩正喝甜汤 文言扑斥一声呛的脸红脖子粗 他赶紧打住这个话题 没有想法 四个人解决完午餐 顾燕第一个起身去替换月嫂吃饭 剩下他们仨 气氛稍许活络一些 陈寒开口提起 在录音室晚上骚扰沈景岩的男人 当时顾燕把他的腿飞了一条 男人被带走后还闹着要找他们赔钱 不过过了半小时 警察又说那个人不要赔偿了 甚至偷偷默默跑出医院 买了车票离开了本地 这件事沈怀里没有插手 那是谁把他吓走的呢 一般人根本没有这样的能力威胁他 陈寒觉得 最大的可能就是顾燕 他叮嘱沈景岩 你还是多关注一下顾燕吧 小心他有事瞒着你 或者另有所图啊 沈景岩拖着下巴沉思 自己对顾燕的家庭情况确实一知半解 就在三个人凑一起说小话时 话题的焦点冷不丁出现 抱着孩子 声音悠悠 是在聊我吗 顾燕来得无声无息 连宝宝都配合着他安静到一声不吭 沈景岩摸不准顾燕听到了多少 按理说他们几个声音也很小 顾燕就算听到了也肯定听不完全 他瞬间坐直了身体 底气十足 在闲聊吃瓜 顾燕抱着宝宝 坐在自己原本的位置上 装置一世时的引导过话题 在吃我前夫的绿帽瓜呢 景岩叫我小心他别有所图 沈景岩连连点头 目光诚恳 顾燕看沈景岩无辜的小表情 似乎是信了 他抱着孩子凑到沈景岩身侧 用两个人才听到的声音说 不用担心我们之间会出现这种情况 我只图你 沈景岩依旧保持着脸上僵硬的笑容 同样小声说 这种话 不要总当着别人面说 这时庄之一开口问 我可以抱抱宝宝吗 可以 沈景岩给顾燕递了个眼神 示意他抱过来给庄之一 庄之一很喜欢这个软乎乎的奶团子 小心翼翼地擦了擦手掌 谨慎地从顾燕手里接过来 会不会哭啊 不需要开口证明 小宝宝自己就撑着小胳膊 主动钻到庄之一怀里 自然熟地抱着他的脖子 巴唧一口亲在庄之一的侧甲 不仅不哭 还会偷亲呢 把沈景岩眼红坏了 庄之一惊讶地看着软乎可爱的小宝 顿时被蒙得五迷三道 垂下头去蹭了蹭他的小脸蛋 蹭得宝宝咯直笑 你叫什么名字呀 宝宝顿时委屈地栽在庄之一的怀里 仿佛触及到了他的一桩伤心事 还没起名字呢 不是说叫大牛吗 沈景岩的眼刀直接插到顾燕身上 你再说一句呢 好吧 起了名字告诉我们 我和陈寒在给孩子包红包 庄之一轻轻摸了摸宝宝的后背 安抚他 小崽子见到漂亮叔叔就迷得要死 又是卖萌又是讨亲 拼尽全力和他陈寒舅就争宠 陈寒见庄之一如此模样 心里突然有些酸涩 你喜欢孩子吗 我没个回答的毫不犹豫 喜欢啊 陈寒不再说话了 庄之一抱了半天孩子 临到傍晚才依不舍递给月嫂 两个人和沈景岩道别 一前一后的一起出了房门 沈景岩出去送客人 叫顾燕顺路把垃圾丢掉 男人听话的乖乖收拾好 随着两个人一起下楼 回家后沈景岩和宝宝面对面坐着 一起摆小积木 小宝宝咿压压的给沈景岩鼓掌 仿佛在羡慕他的爸爸好厉害 顾燕坐到宝宝身后 将孩子揽进自己怀里 两个人用积木给宝宝 搭了一个温馨的小家 完工以后 沈景岩拍了两张照片发朋友圈 沈怀里快速点赞 然后对话窗口给他发消息 在一起了吗 他刻意地顿了三分钟 才发出去一个字 嗯 他还算有本事 才几天就把你聊得心软了 沈景岩回了个玩手机的可爱表情包 装傻充了 我过几天还要再来一趟 既然已经是半个沈家人了 哥哥得重新帮你把把关 看他适不适合结婚 沈景岩突然回忆到 上一次沈怀里来家里 是鸡飞狗跳的场面 已经开始提前恐惧他来了 毫不犹豫地拒绝道 你别来 我以后直接带回家给你看 不行 我要看看我弟弟 不行 不给看 就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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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景岩果断把人拉黑 不过他整个人 肉眼可见地慌乱起来 就像被大人窥探到了 小学生的秘密 甘大和焦虑一连 持续了两个小时 顾艳给沈景岩 关掉了重复放广告的电视机 十点半了 去休息 沈景岩开口 点开一看是个考试PPT 他把PPT下载下来 直接把手机扔给顾艳 我哥叫你做题 顾艳从头到尾看了一遍 谨慎地问 满分才能娶老婆回家吗 这我哥没说 但都是关于我的题目 你没有信心满分吗 那肯定有的 顾艳捧着手机看题 沈景岩觉得干巴巴等着也没意思 干脆把PPT投到卧室里的大屏上 两个人一起看 每一道题都有沈怀里故意挖的坑 稍有不慎就会掉进去 谁知顾艳还真就每一题都答对了 最后一题是关于结婚的 沈景岩其实也没想过这个问题 宝宝起名的事情都没有安排上了 更不要提他和顾艳领证结婚的事情了 现在什么日期了 沈景岩问 顾艳看了一眼手机 7月13日 按道理说顾艳的亲子鉴定该出结果了 他前几天偷摸拔了顾艳一根头发 给鉴定机构寄出去了样本 就特意等着快递寄回来给顾艳一个惊喜 沈景岩突然想起来什么重要事情 我计划月末的时候带宝宝回家 顾艳听得恍惚了一下 整理毯子的手一顿 会不会有困难 有 所以你必须跟我去 他自己带孩子回家肯定会被揍 但是带孩子和顾艳回家 挨揍的就是顾艳 自己的亲儿子和拐了亲儿子的儿子男朋友 只要是亲爹亲妈 就一定不会拿自己儿子出气 顾艳突然凑到沈景岩面前 好啊 我愿意去 说完 又忧心忡忡地逗沈景岩 不过我万一被叔叔打到残了瘸了 以后没办法照顾你怎么办 我会给你准备个碗 带去天桥上 沈景岩咧开嘴 坏心思一目了然 到时候大家看你命途坎坷长得还帅 说不准能多施舍几块钱 宝宝的奶粉钱就全指望你的脸了 那我得多努力白班接夜班 养活我的两个小宝 沈景岩问声问气的似乎有些恼羞 不说了 该休息了 第二天一早沈景岩收到消息 沈怀里说工作太忙 不来了 沈景岩大喜国望 因为沈怀里过来一定会故意舌疼他俩 他哥从小就喜欢坑地 其中包括不限于 沈怀里偷偷模仿他的自己 给同班的欧妹的写情书 然后以家长的名义举报给老师 害得他回家挨三天揍 或者给爸爸的烟里面塞辣椒粉 还故意在烟头上留下他的性稀疏 害得他无缘无故又挨三天揍 这个消息让沈景岩神清气爽 接下来的五天 两人的感情升温迅速 这天顾宴一个人在房间不知道在干嘛 沈景岩他拉上拖鞋去找他 家里到处铺满了地毯 他走路没有声音 男人站在没有关门的阳台打电话 沈景岩只靠近了半分 就听到了电话里的声音 顾蓉言语里有很明显的失落 沈景岩突然想起来 今天就是顾蓉的生日 酒店的管家替他操办了一场简单的生日宴 但是顾蓉还没有等到顾燕 蛋糕就化了 他不知道顾燕并没准备过去给他过生日 自责没有保护好要送给顾燕的蛋糕 顾燕的声线里变不出丝毫的情绪 叮嘱顾蓉过完生日以后早些休息 顾蓉彻底忍不住哭出了声 但是仍是吸了吸鼻子对顾燕礼貌说 哥哥晚安 顾燕同样回复了他一句晚安 便挂断了顾蓉的电话 可是他一动没动 依旧已靠在阳台小花园的栏杆上 沉思了整整十分钟 转过身正好迎面撞上沈景岩 顾燕露出前所未有的慌乱 怎么过来了 不好意思 顾蓉突然打电话 我听到了 又不是哪个我妹个跟你表白 慌什么 顾燕小心翼翼地问他 你会不会觉得我不近人情 你说不给顾蓉过生日 顾燕点头 顾蓉从未加害于他 甚至像亲弟弟一样从小依赖他 但是他努力和顾蓉彻亲关系 甚至连顾蓉的十八岁生日 也推脱着不参加 沈景岩突然出声 打断了顾燕的迟疑 我上次看短信说是酒店提醒你 顾蓉要过生日 可是那家酒店的档次并不高 不会大费周章地给客户准备生日蛋糕 所以 是你家前请酒店管家给顾蓉过生日的 对吗 被猜到了事实 顾燕突然看向沈景岩 沈景岩面容坚定双眸有黑金亮 映着房间里的氛围灯光 显得光彩照人 他突然想到顾燕的家庭 随口试的又问他 那你十八岁生日怎么过的呀 顾燕喉解滚动 空气间安静到落针可闻 似乎难以启齿 三分钟后 顾燕开口 在墓园过的 沈景岩突然闭嘴 他就不该打听任何关于顾燕家庭的事情 一问一个不吱声 一踩一个大惊雷 怪不得顾燕离家出走 有了后妈也就相当于有了后把 既然篱下的生活确实难碍 他突然起身 走 沈哥带你出去补上 顾燕看着沈景岩突如其来的操作一证 坐在原地半想才回过神来 小宝 不必为我过去的事情赶伤 现在已经很好了 沈景岩全然不顾对方违心的释怀 谁赶伤了 我想给你不是我自己乐意 这不是和你商量 是给你下发通知 二十分钟后门口集合 说完后 沈景岩跑回房间 拿上了一个背包 将她的身份证和前两天刚收到的快递 一同塞进包里 顾燕全程听从沈景岩的安排 两个人踏进了市中心远近闻名的情侣餐厅 透过巨大的落地窗可以俯瞰整座城市 这边定位高端客户 没完只招待两位客人 他们被邀请到主桌 沈景岩不需要点餐 适应声已经提前准备好 替二人骑好了红酒 这种氛围和环境下 两个第一次恋爱的人都局促异常 心跳都不可抑制地加速 顾燕轻轻和沈景岩碰杯 谢谢 我很喜欢 沈景岩笑眼弯弯 轻轻提起刀叉 切下一块牛肉丁主动送到顾燕的餐盘 顾燕哪能不知道 这里一餐的价格就能到六位数 何况沈景岩还是费尽心思和人协商后插了队 这期间花销更是无数 而最令她感动的 却是沈景岩深重无声的心意 顾燕的声音已经有些干涩 谢谢 沈景岩得意地哼笑一声 不客气 这是你该谢的 顾燕笑着说 那我该想想怎么实质感谢 沈景岩捂紧了自己带来的背包 神秘兮兮的 我还有个重磅礼物要送给你 是什么 沈景岩藏着不开口 等晚上再告诉你 可怜仔仔被丢家里呼呼大睡 两个daddy出去吃大餐 没关系 舍不得爸爸套不着妹妹 宝宝你就安心睡吧 两人吃完饭 餐厅送了一张免费入住券 沈景岩尴尬了 她不知道还会送这个呀 经过顾燕的超觉不经意劝说 她决定不回家了 有便宜不占王八蛋 顾燕走在沈景岩后面 嘴角悄悄扬起 偷摸将手机里的定防信息一处 等顾燕洗漱完出来 沈景岩让她把眼睛闭上 拉着她到导台那边 好了 可以睁眼了 暖黄色的烛光映入眼帘 导台上放着一个蛋糕 沈景岩的笑意在烛火之下 更显得熠熠生辉 18岁生日当然要有蛋糕吃 顾燕的视线 从沈景岩的笑脸转移到蛋糕上 入目是堆放的歪歪扭扭的蛋糕胚 和粗糙的奶油抹面 以及看不出丝毫人形的一家三口花香 不难猜测就是沈景岩的手底 别光顾着感动了傻子 蛋糕多少要吃一口 赶紧吃完了我还有礼物要送给你 顾燕透过烛光看到厨房台面上 堆了好多乱七八糟的工具 各种颜色的奶油蹭的厨房里到处都是 她只看了一眼就明白 只用期待的目光望着她 安安静静的这顾燕吃下 好吃吗 剔透的泪滴连成三两颗珠子 悄无声息的在黑暗里坠落 顾燕当作若无其事 口中的蛋糕明明很香甜 但是她却怎么都咽不下去 垂下头强行忍住情绪 直接胡伦吞下 好吃好吃就行 幸亏没让顾燕看到自己被奶油驯服的一幕 那个抹刀她怎么都不会用 最后还是直接戴手套上手糊的 和捏泥巴一个玩法 沈景岩放心了 接着她蹲下 变魔术一样从桌子下掏出一个礼物盒 这是沈景岩第一次正式送她礼物 顾燕在接到礼物盒的一瞬间 心口情绪就已经被提高到了至高点 里面就算是一团空气来戏弄她 顾燕也会一辈子记得这一刻 她拆开礼盒 呈现在眼前的是一本限量版立体书 小王子 顾燕虽然脑海里头绪紧张到凌乱 但是此刻她却能完全地领会沈景岩的用力 只有你 是我独一无二的玫瑰 顾燕的视线在书籍封面上停顿了许久 直到视线都开始模糊 才有了下一步的动作 拿出来的时候却察觉到书本的厚度不对 书籍中间要格外地红 甚至都合不上 顾燕随意打开 只见最中心夹着一张折叠起来的纸 她不大清楚是怎么回事 手掌听从大脑指挥拿起来打开翻看 只看了一眼 顾燕突然慌万试错 不由自主地将纸张攥在掌心里柔皱 脸色肉眼可见的煞白一片 沈景妍对这意料之外的荧幕格外不解 你干嘛 顾燕骤然有种虚脱无力感 急着开口解释 我不是故意隐瞒你的 只是我们两个从一开始就是被孩子绑定的 我怕这个扭带断裂会 会突然间失去你 沈景妍一点没感动 甚至还有些无语 你是不是瞎呀顾燕 真想把顾燕塞烘干肌里 好好蒸发一下她脑袋里的水分 俩眼睛只会眨眼不会看 顾燕正了一下神 后知后觉自己对这张纸已经开始PTSD了 甚至一个字都没看全 身体已经条件反射的先一步抗拒这张纸 这是我送你的礼物 沈景妍提醒她 顾燕重新摊开纸张 压在桌子上一点一点的抚平 借着蜡烛的光芒 她熟练地找到了鉴定结果的位置 顾燕当场愣住 短短十几个字 她一个字一个字地反复真别 足足看了十分钟 才彻底消化掉这张纸上的全部内容 顾燕声音已经沙哑到了极致 是你那天帮我吹头发时候 重新寄了检验样本吗 沈景妍坐到了顾燕对面 撑着下巴 对啊 不然你个笨蛋 连自己样本被掉包了都不知道 二次鉴定都不去做 她当初还严谨地做了两次鉴定呢 我没来得及 顾燕随口说 实则是她突然没有了那个勇气 她当初对沈景妍信誓旦旦地 保证孩子是她的 但是鉴定结果却狠狠地打了她的脸 她不敢和沈景妍坦白 一时之间也没勇气 面对二次鉴定的结果 本想着等内心蓄足了能量再重新鉴定 没想到沈景妍展观夺爱 像披着斗篷从天而降的小王子一般 直接将困扰她的阴霾驱散 顾燕的手颤抖不止 一遍又一遍的抚平被她揉皱的纸 爱惜程度仿佛对待拍卖台上的珍宝一般 那你现在开心吗 沈景妍露出一颗虎牙 当然 空前未有的开心 接着沈景妍站到她面前 现在还有最后一个礼物 你要拆吗 我可以拆吗 沈景妍的眼睛在烛光的映照下显得非常样 拆了就要补齐许可证 好 顾燕毫不犹豫地硬下 以内门一醒来发现老婆跑了 直接变身留守待宰Daddy 得知老婆受委屈后主动掉马 把债全部还完 活该你小子有老婆呀 顾燕醒来就发现沈景妍不见了 只留下一张纸条 回家有急事 照顾好孩子 沈景妍赶飞机到达医院 哥哥正不醒人是躺在重症监护病房内 明明前几天还发来测试题 怎么一转眼就变成这样了 爸爸告诉她 沈怀里的抑郁症已经好几年了 曾经还被竞争对手掳走拍卖 虽然被那个披着人皮的助理陆思明救了 但也是刚出狼窝再入虎口 这些他从没跟家里说过 发现了陆思明的真面目后 气急工薪从楼上摔了下去 手术结果不乐观 医生说沈怀里的求生意识不强 陆思明内外勾结垄断了公司的核心技术 还窃取了新项目 用非常手段将公司打压致死 公司被陆思明偷了 但欠款需要沈家来还 欠款高达十几个亿 他们根本就承担不起 就算把名下的不动产变卖 也不一定能支撑沈怀里目前的治疗费 沈景岩当即做决定 先卖了再说 剩下的钱她来想办法 安抚好父母 她才有时间看手机 顾燕发来好多消息 沈景岩不打算告诉她事实 只说是哥哥摔伤了腿 医院不让打电话 最近就打字交流 在家里好好照顾孩子就好 顾燕很快回复 你在医院也要好好照顾自己 有需要就联系我 小宝 沈景岩擦掉眼泪 自己不能倒下 这个家只剩她来支撑了 她去找了医生问情况 医生建议情况稳定后出国治疗 目前的花费已达两百万 再做手术的话就会翻倍 出国治疗更是要千万打底 巨额治疗费像大山一样压过来 沈景岩找人评估了 目前能变卖的车房 大概能卖两千四百万 她打车回到家 把一些没怎么穿过的限量球鞋卖掉 再加上哥哥医疗卡里的钱 凑了八十万准备先给医院 累了一天才吃上第一口饭 这时医院打来电话 沈怀里的病情恶化 需要她立刻去签手术同意书 她不敢单的立刻赶到医院 医生说沈怀里突发心衰肾衰 心脏可以稳定 但是需要换肾 沈景岩翻着通讯路 看有没有能借钱救急的 她平时不爱社交 朋友没几个 厚着脸皮给他们发了信息 陈寒和庄之一一起凑了一百万 准备明天带过来 韩淑桥也回复了消息 邀请她明天参加生日派对 到时候再详谈 等了很久手术室的门才打开 手术很成功 但是肾脏需要等肾源 好消息是隔壁市正好 有一个病人可以提供肾脏 院长已经在联系了 沈景岩把父母劝回去休息 自己在这里陪护 勉强睡了三个小时 第二天下午出发去找韩淑桥 她来之前有预感 对方并不是真的想借钱给她 没想到这人会如此过分 提出让沈景岩跟了她 再给她生个孩子 她就给沈怀里支付医药费 沈景岩气得准备跟她动手 这时顾燕打来电话 刚一接通 顾燕的声音就传了出来 小宝 宝宝奶声奶气的呼唤也紧随其后 爸爸爸爸 韩淑桥的手开始不老实 沈景岩不想再忍下去 直接三下午除二解决了她 顾燕听这边情况不对 赶紧问 你在打架 沈景岩只说是碰到了个混混 已经解决了 她现在没时间跟她多聊天 只说 有急事就发消息给我 忙完了会回复你 顾燕很有眼色没有继续问下去 叮嘱道 下次再碰到混混别亲自动手 发定位给我 我来解决 嗯 我知道了 老公再见 我爱你 小宝 话音落下 沈景岩的心颤了一下 艰难地挂了电话 她不想跟韩淑桥过多纠缠 起身准备离开 韩淑桥却一点都不生气 脸上挂着恶心的笑 我会等你主动来求我的 沈景岩回到医院 却发现父母的面色沉重 一问才知道 家里的房子被中介退回了 又问了几家中介 都不敢收 沈景岩没想到 韩淑桥动作会这么快 这段时间凑得两百万 撑不了一个星期 过几天沈怀里 就要做患肾手术了 这无疑是把沈景岩逼上绝路 次日一对中年夫妇来看沈怀里 他们是哥哥曾经的合作伙伴 男人把沈景岩父母支走 去楼梯间酗旧 病房里只剩下沈景岩和何夫人 何夫人说她的儿子病得很重 需要有个八字合适的人来冲洗 正好沈景岩就很合适 但是并不需要沈景岩真的嫁给他儿子 他们可以拿出三百万作为补偿 沈景岩没有立刻答应 晚上在小旅馆休息的时候 满脑子都是和夫人的提议 三百万到手就能解燃眉之急 她打电话给老先生 询问冲洗的影响 老先生说这种方法很歹毒 轻则大病小病连绵不断 重则要折兽 折兽并不是活了多少岁后寿终正气 而是到了日子以各种方式猝死 或者发生各种意外事故 沈景岩把哥哥的八字发过去 求老先生帮忙算一下 得到的回复是 沈怀里会脾气泰来后福无疆 沈景岩长舒了一口气 他决定答应和夫人的请求 自己怎么样无所谓 只要哥哥能有钱治病就行 第二天和家的司机来接他 把他带到一个欧式私人庄园 管家给他倒了杯水后就没再出现 偌大的空间只有他一个人 沈景岩开始感到不安 胃又开始隐隐脚痛 这时鼻腔突然萦绕着一股淡淡的 熟悉的 令人心安的性稀疏 是雪松 沈景岩脑袋仿佛嗡的一声炸开 立马站起来四处寻找熟悉的人影 只见顾燕从他进门的方向下车 怀里抱着熟睡的仔仔 沈景岩愣在原地一动不动 直到男人站在他面前 他的眼泪夺快而出 浓烈的委屈和思念在一瞬间爆发 顾燕把孩子交给月嫂 会客厅里只剩他们俩 顾燕拿纸巾给他擦眼泪 对不起 我来得太晚了 让你受了委屈 哥哥的手术费 我再来的路上就交起了 家里的欠款我也以你的名义还了 你放心 贫穷你那么突然变身有钱哥 老婆家十几亿的欠款说还就还 抱一丝哈 哥就是这么有实力 沈景岩吸了吸鼻子 你哪来那么多钱啊 我脱离顾家后 也挣了一些的 顾燕将过去的精力全盘拖出 他有钱 花不完的钱 当初没想到穷小子人设 会吸引沈景岩的目光 所以他将计就计 把一穷二百演绎的出神录画 顾燕小心翼翼的问 你会生气吗 沈景岩摇摇头 我没有理由不高兴 顾燕于自己有恩 就算瞒着他也是顾燕有自己的考量 沈景岩哭过以后声音闷闷的 你怎么发现我缺钱的 我感觉你肯定是受了委屈 不然也不会无缘无故叫老公啊 他不敢轻举妄动惹沈景岩生气 所以叫何玉去查 收到资料后顾燕才知道 沈景岩在这三十五个小时里 受到了什么样的委屈 他想立刻动身 但是宝宝突然间变得躁动不安 几乎每分每秒都在疯狂地哭闹 委屈着要找爸爸 顾燕吓坏了 只能先带着孩子去医院 同时派何玉去医院处理沈怀里的账单 他们两个双管齐下 紧敢慢感 才终于及时截住了沈景岩 不至于酿成惨祸 沈景岩脸色一变 孩子怎么了 没事 性吸塑波动 可能是父子联心的原因 相同血脉坐钮带下 宝宝意识到了沈景岩有危险 沈景岩松了口气 只要孩子没事他就放心了 顾燕语气温柔 这套房子是我寄在何玉名下买的 还没有住过 我先带你去楼上休息 等明天我们一起去看哥哥 好不好 沈景岩紧绷了几天的闲 在这一刻终于松懈下来 拥懒倦怠地点点头 刚走到楼上卧室 沈景岩突然反应过来 你刚才说 何玉是你表哥 那我之前假装你的身份 还让他调查你的过往 你岂不是都知道 他以为自己的马甲肩不可摧 实际上早就掉了个彻底 顾燕很坦然 嗯 知道 沈景岩头皮发麻 苍天啊 赶紧打个洞让我钻进去吧 我不会嘲笑你 小宝 但是我现在有些伤心 家里出这么大事 为什么不找我帮忙呢 我们是共患难的伴侣啊 沈景岩低下头 我不想给你添麻烦 顾容住在医院要花钱 你照顾宝宝也要花钱 而且我们还没领证没结婚 我以为 哥哥的事情理应不该让你费心的 对不起 老公 这些话听得顾燕很内疚 是我该对你说对不起 他和沈景岩在一起的时候 也该坦白身份的 可是自己怯懦又胆小 怕一丁点的变故 会打破他们之间的感情和关系 第二天沈景岩突然到了一感期 去医院看哥哥的事只好推迟 七天后沈父打来电话 小岩 一感期好一些了吗 已经好多了 过两天就能回医院 没事 不着急 你的朋友已经替你哥哥安排好了手术 请了护工 也给我们换了新的住所 这边你不用担心 沈景岩闻言看向顾燕 视线交汇后 他先红着脸转头 沈府声音慈爱 等你哥哥做完手术 把你的朋友邀请到家里做客好吗 沈景岩像被突然踩了尾巴一样 什么 你还没准备好把他介绍给我们吗 沈景岩慌里慌张 不是 是怕您还没准备好 他这个朋友 可是买一送一来的 买小的 送大的 父亲到时候能接受这个惊喜吗 沈景岩打着哈哈 那个 我先问问他 又跟父亲聊了几句后挂了电话 后面两天 一面成功标记了Alpha 沈景岩敏锐地发现了不对劲 不应该呀 怎么一点不识感都没有 沈景岩开门进来 告诉他说何玉来了 何玉送过来消息 沈怀里明天进行最后一次手术 十天后可以转去国外治疗 他还带来了主治医生 来跟沈景岩汇报一下明天的手术安排 沈景岩跟着他出去 会客厅里坐着何玉和主治医师 见二人出来 何玉故意脱长语调 有了老婆就是不一样啊 你们俩是幸福了 让我们干坐着等了半小时 喝了一肚子茶水 沈景岩再次见到何玉 只觉得十分尴尬 一时间脑袋空白 顾燕也在他旁边坐下 可不吗 没老婆的人是羡慕不来的 还有啊 你喝的茶是从我老婆家里带来的 三万一两 回头打我老婆账上 何玉满头问号 一见面就坑我前世吧 黑心肝的夫妻 他千里迢迢去医院忙上忙下 给他们打了一个星期的工 结果还道歉三万 何玉对着俩人指指点点 你们还有没有人性啊 沈景岩躲在顾燕身后 装出一副柔弱无助的模样 顾燕当然适时展现出男有力 小声安慰 何玉被恶心坏了 啊我的眼睛工伤啊 你俩想办法赔吧 一小时三万 回头打我账上 那你去做工伤认定 走公司程序 申请就能受理吗 你这么好心 没有啊 我会驳回你的申请 何玉气得差点绝过去 要不是自己当初看他在顾家受孤立 才不会大发善心去跟他玩吗 现在想想顾燕真是活该 沈景岩凑到顾燕耳边小声说 你表哥好像不太聪明啊 顾燕也同样小声 我小时候愿意和他玩 就是看上他傻了 沈景岩差点没憋住笑 何玉虽然看着不聪明 但人心很好 何玉瞥见沈景岩抖动的肩膀 立刻意识到这俩人没憋好屁 你俩在屈屈我什么 没有没有 那个 我哥哥最近麻烦你照顾了 何玉翻了个白眼 知道麻烦就让你老公给我涨工资 每天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 结果你老公一天只给三万堵贴 油肺度不够 他是在受不了恋爱的酸臭味 起身离开会客厅去了餐厅酒柜 医生详细跟沈景岩说了审怀里的情况 又叮嘱了一些事宜 顾燕把医生送到门口 折返回来时发现沈景岩表情阴暗 显然是在生气的边缘 还没等他问 沈景岩主动开口 你是Enigma对吧 说吧 我们俩的契合度有多少 他的声音平稳 顾燕却听得毛骨悚然 又有一种如是重负的感觉 还是被你猜到了呀 Enigma和Alpha的契合度高达98% 这下彻底掉马 隐瞒不住自己Enigma的身份了 只能乖乖对老婆说实话 沈景岩气不打一出来 所以你早就知道孩子是你的 顾燕没有说话 意思是默认了 沈景岩随手拽了个抱枕砸向他 你早就知道还藏着掖着 耍我是吧 他气昏了头 怪不得顾燕一见孩子就认定那是他儿子 自己三番五次把人撵走 也愣是要阴魂不散地缠着他 手下资产比他沈家多几十倍几百倍 还一身棉布衬衫跟他装穷 顾燕声音沉闷 不是耍你 Enigma的线体本身就携带着大量凶险 所以我才隐瞒 因为怕有人对你心怀不轨 即便成年Enigma精神力强大到无间不摧 那些线体猎人还是会寻找机会下手 他们率先选择的目标 往往是妻子和孩子 沈景岩气的方向并不是顾燕的不坦诚 但是作为伴侣 你应该给予我一些信任 相信我不会泄露你的身份 顾燕揉了揉沈景岩的发丝 她的苦衷有口难言 我相信你 但是那些人不择手段 不然我的母亲也不会因此而丧命 沈景岩地惊诧地在原地 你的母亲也是因为Enigma限体 两个人视线交汇 顾燕沉闷地恩了一声 沈景岩所有的焦躁愤怒在这一刻消失殆尽 两个人之间骤然沉默 恰逢此时 另外一道声音悠悠从二楼传过来 顾燕 你真的什么都没跟你老婆说呀 何玉散漫浪荡地坐在楼梯口台阶 手里拿着刚刚削好皮的大苹果 咔大一口 景氏的果肉把脆弱的牙齿都出血 何玉故作坚强 妆看不到 悠哉悠哉地坐到沙发上 笑嘻嘻地看向沈景岩 我是她表哥 你有什么想知道的 我都告诉你 于是接下来 何玉就把顾燕隐瞒的一些事 抖漏了的彻底 还放出她的重磅秘密 顾燕第一次奖励自己的时候 想的是牛 沈景岩差点被口水枪死 谨慎地看向顾燕 真的假的 只见对方眼神飘忽 明显就是被说中了 可是 那时候我们还不认识啊 顾燕信誓旦旦的点头 认识 很早就认识 我九岁时候见过你 那时候你只有六岁 像刚从泥巴地里扒出来的小土豆 怀里抱着一只 同样脏兮兮的小白猫 那时顾燕刚刚参加完晚宴 她当时不受故城待见 生意家庭里长大的孩子 很会看颜色 所以也没人跟她玩 没想到会有只脏兮兮的小团子 乃声乃气地叫住她 哥哥 九岁的顾燕回头 看到比自己矮一半的小屁孩 抱着一只沾着泥土的小白猫 顾燕谨慎慎地问 有什么事吗 我救了一只小猫 沈锦燕小心翼翼地 晃了晃怀里的猫咪 伸手指着楼下那群吵闹的小孩 刚才他们把猫咪丢进鱼池里 所以是你跳下去救了猫 顾燕朝着沈锦燕手指的方向 确实看到一个尚未竣工的鱼池 万幸还没有正式投用 里面的水并不深 沈锦燕点点头 一双眼睛闪烁着期待 你能不能养小猫 你救了他 为什么不养 顾燕看得出来沈锦燕很喜欢那只猫 没想到小团子却摇摇头 衣服全弄脏了 爸爸会生气会打我 我六岁了打不坏的 但是小猫不行 沈锦燕红着眼睛哀求顾燕 大哥哥 你养他吧好不好 顾燕藏在礼服下的手悄然钻紧 你为什么要找我 怎么确定我能养他 他们是坏人 你不是 而且你长得好看 沈锦燕亲眼目睹那群坏东西 要把小猫淹死 但是顾燕没有做这件事情 向游新生 想必也是个心地很好的人 顾燕觉得好玩 他在顾家的处境 甚至都比不上这只小猫在野外自由 于是吃笑一声道 那你要失望了 顾燕剩下的半截话还没说出口 突然被一声威严的男性声音打断 沈锦燕 吓得沈锦燕浑身一击灵 慌忙把小猫塞进顾燕手里 连忙锯了一躬 大哥哥 他叫小白 说完一溜烟的跑了 顾燕抱着怀里瑟瑟发抖的小猫 后半场刻意地去找了千里送小猫的小屁孩 结果并没看到沈锦燕半分影子 他甚至还去找经理打听了一下 这才知道沈锦燕已经走了 沈锦燕撑得下巴 听得入迷 好像有点印象 我记得我爸回家还揍了我一顿 因为那件衣服根本不能洗的 回家就废了 不过我没想到那个人是你 沈锦燕追问 那我的猫怎么样了 顾燕突然沉默不语 天杀的黑心顾燕 你不会没救他吧 沈锦燕拳头硬了 顾燕沉生 救了 只不过下场并不好 谈懒怕猫 当场要把猫打死 他把眼眼一息的小猫送到医院 守着小猫做了两个小时的手术 才保住了猫的一条命 最后无奈交给医院里收养了 沈锦燕气炸了 怎么会有这么恶毒的人 小心别让我碰到他 老子带你那份一起把他打得人处不分 顾燕眼里蒙上一层笑意 不会的 你以后永远不会见到他 你已经替天行道了吗 顾燕看着沈锦燕眸底的温柔不减丝毫 是他自作自受 那你下次被欺负了告诉我 我帮你出气 沈锦燕揉柔顾燕的头 我现在就被欺负了 男人说的无辜 看起来格外委屈 何玉突然坐直了身体 感觉脊背发凉 事情的发展好像不对劲啊 蹭得一下站起身来发出尖锐报名声 不是 你们两个 我帮你们调解夫妻感情啊 别动我了 我还给狗顾燕找机会坦白心事呢 别动手 怎么能这么对我 何玉跑路速度飞快 边跑边骂 我服了该死的小情侣 谈恋爱谈疯了 一群活跌 谈呗 以后谈到过敏了 肚子鼓起来的大包 他可不会再帮忙找医院了 你们你们带着孩子见岳父岳母了 小崽发动可爱攻击 爸爸爹地你们俩别怕 攻略爷爷奶奶的任务就交给崽崽我吧 沈锦燕和顾燕在别墅又待了一天 第二天一早就去了医院 下午沈怀里要做换肾手术 他们俩先来了沈母的病房 二老对儿子这个男朋友是越看越满了 拉着他说了半天的话 陈寒发消息说他和庄之义到楼下了 沈怀里和沈母的病房不在同一层 于是沈锦燕下楼去接二人一起过去 三人刚从电梯里出来 一个戴着鸭舌帽的男人撞到了沈锦燕的肩膀 对方准备道歉 结果看到沈锦燕的脸后 立刻垂头快步进了电梯 沈锦燕愣了一下 后知后觉反应过来 是陆思明 电梯已经开始下行 他立刻按下按钮 还给顾燕发信息让他下楼去拦路思明 这狗东西竟然还敢出现在这里 沈锦燕气得脸色铁青 专职照顾沈怀里的护士刚好经过 他上前问 刚才是不是有个男人来看我哥 对 那个人就是沈先生的器官捐献者 原本的肾源是医院这边信息有误 已经被一个老太太预定了 沈先生的外缘 甚是刚才的先生提供的 沈锦燕攥紧拳头 陆思明把哥哥害成这样 转头又来当好人 他拿着父亲刚签下的手术同意书 还给了医生 要求推迟手术 拒绝陆思明的捐献 沈怀里要是移植了他的器官 这辈子都要活在陆思明的阴影里 每一次呼吸都会提醒他 身体里埋藏着仇人的肾脏 查我的配性 我给我哥捐 顾燕拦住他 景言 这件事交给我来处理 三天后手术会照常进行 不需要你来捐 沈景言摇摇头 不行 你不许为了帮我们伤害自己的身体 顾燕笑起来 放心 我不是那个意思 沈景言思虑再三还是选择相信他 你要是敢捐 我就会重新考虑我们的关系 你明白吗 我知道 所以我保证不会 沈景言勉强放下心 将沈怀里手术的事情交给我顾燕 晚上沈父安排了家燕 餐厅就在医院附近 席间沈从安拉着顾燕问东问西 问他的家庭 问他的学业和事业 问他什么时候喜欢上的沈景言 沈景言听的脑袋都大了 这时口袋里的手机响起来 是司机发来的信息 他们到了就在楼下 餐厅经理带月嫂上楼 沈景言在楼梯口接到了宝宝 近八个月的小崽子 被他们养得胖嘟嘟的 一看到他立刻咧嘴笑 手勾住沈景言的脖梗 迫不及待地钻到他的怀里 小宝宝的发音也清晰了许多 宝宝 沈景言在他的侧夹亲了一下 并未着急进去 而是抱着宝宝压低声音叮嘱 我们要见爷爷奶奶了 小宝宝突然听到熟悉的词汇 脑袋里快速对应上人 伸出一根小手指在虚空中比划 一会不论发生什么 你都不可以哭 知道吗 宝宝乖巧地点点头 然后双手抱住沈景言的脖子 将自己的脑袋扎在爸爸的颈部 沈景言揽着孩子的后背 深吸一口气 突然出声 如果爸爸挨打的话 你可以哭 宝宝蹭一下支起身体 抱着他的奶瓶子 爷爷如果打爸爸你就哭 知道了吗 沈景言又补充了一句 打顾宴爸爸也哭 宝宝眨着黑白分明的水亮眼睛 似懂非懂重重地点了点头 他不知道为什么哭 不过 爸爸这么做一定有爸爸的道理 沈景言再次给自己鼓足勇气 牙一咬心一横 咔哒一声推开房门 他只探进去半个身体 脸色里透着苍白 并没有带着孩子进门 顾宴见状条件反射地站起身来 快步走到门边 看起来比沈景言还不安 沈从安和正苗看他们两个鬼鬼祟祟的 有些不紧 你等的那个朋友来了吗 来了就进来吧 一起吃个饭 沈景言抿了下唇 我朋友吃不了饭 因为我家的小朋友 他还没长牙 话音落下 沈景言抱着孩子进门 他的后肌挺直 努力地保持镇定 一家三口站在一起 小崽子的长相落在二老眼底 什么关系不言而喻 房间里的温度在飞速流逝 短短几分钟之间骤降至冰点 动得两个大人呼吸不畅 小心翼翼地靠在墙边 然而沈父沈母的震惊恐惧程度 比沈景言和顾宴更甚 尤其是沈父 浑浊不清的眼睛使劲眨了好几次 你们 你们两个 沈景言你背着爸爸妈妈做了什么 沈从安的脸色被憋得胀红 他指着沈景言 又指着顾宴 手指头忍不住地颤抖 连带着整个身体都裂起了一下 对顾宴的好感在这一瞬间灰飞烟灭 沈从安浑身发冷 咬牙切齿地压着声音 你们怎么弄出来的孩子 两个elfa怎么会有孩子 身侧的正苗脱力地跌坐回了自己的椅子上 沈从安赶紧搀扶住妻子的肩膀 怕他再次受刺激 顾宴带着害怕到发抖的沈景言进了房间 坐回到原来的位置上 拍了拍沈景言的手背 示意他不要害怕 其实是从一世空穿来的 是我和景言在一世空里的亲生孩子 顾宴把手机递过去 那里面有亲子鉴定证明 包括沈景言每季度的体检报告 以及他们的报警记录等等 两位老人消化这件事情 花了整整半个小时 直到耳边响起一道奶生奶气的童鸣 小宝宝被这个氛围影响到胆怯 但还是颤着声叫他们 爷 来 隔代亲的定论对所有生物适用 没有人能扛得住人类幼崽的软蒙攻击 何况他还张开手臂可怜巴巴地要抱抱 沈景言试探问 爸妈 你们要抱抱他吗 小宝宝被抱到了正苗怀里 沈母看着和自己儿子几分相像的小宝宝 一股奇妙的感觉如潮水般涌到心头 宝宝亲了一口他的侧脸 口齿不清地唤了他一声 来来 沈从安偷偷拉着宝宝的小手 但是面上却严肃冷漠 又将目光投向身侧两个待宰的小爸爸 所以按你的说法 这个孩子是沈景言在异事界里 那什么的 那个字 他说不出口 也不敢想象沈景言大肚子的惊悚画面